第321集 不再纯洁 江齐望向徐映 竟然对此时的徐映产生了敬畏之心 这种敬畏心他很少有过 即便是面对周天子 他也没有这种感觉 江齐心里想 他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惊人的变化 他突然想起来 自己在太医小玄天幻境中的情形 他被徐映杀了百余次 那时的徐映 与儿今的徐映竟有几分神思 元七从徐映体内的蜥蜴之羽中逃出 静意不定的看着徐映 就在刚才 龙渊天神吼声爆发的时候 徐映将他收入自己的蜥蜴之羽 独自面对冲击 元七并没有受到多少 但是徐映的魂魄遭到了冲撞 陷入昏迷 但就在徐映魂魄魄昏迷之后 元七便见到徐映魂魄魄又苏醒了过来 这次苏醒 徐映的蜥蜴之羽中多了许多变化 各种不可思议的天地道像纷纷涌现 当年元七曾经见过这些道像 那是北辰子解开徐映的记忆封印的一角时 徐映身后出现各种可怕的异象 插在天地间的青铜山峰 埋葬大道的深渊 笼罩星辰的巨树 火焰中有一颗颗太阳起落沉浮的红炉 反着波涛的星辰海洋 各种道像令元七神志错乱 无法集中精神 那时的许映 比苍武之渊深处的异议神还要邪恶 比完全散发天道之威的天珠剑还要恐怖 但就在刚才 元七在许映的蜥蜴之狱中 又见到了那些可怕的道像 他不得不逃走 免得被徐映的道像所影响 徐映起身 她在身后 组成黄陵金人西仪之狱的各种法宝 哗啦啦的碎的一干二净 流到地面上 都是废物 她眼神明亮 对地上的法宝碎片看也不看一眼 此刻的她 只剩下教练器的修为 但是面对连飞升器练骑师 也无法战胜的天神 她却尽现 从容不破 她屈指弹剑 天珠剑嗡嗡作响 剑身上 天道符文旋转 飞除嗡嗡作响 短时天发杀机 扶桑树上的万民陷入混乱之中 杀伐四起 缘妻 将其心惊肉跳 天珠剑的威力能影响到所有人的心智 只怕还未曾等到龙渊天神杀来 徐应便会直接灭掉这扶桑树上的所有人 徐应记起长剑 天珠剑腾空而起 直插星空 突然间 星空之中泛起雷霆 巨型的雷云不知从何而来 盘旋在扶桑树的上空 扶桑树只有一层薄薄的大气层 只能勉强维持星空迁徙 无法长时间跋涉 也无法形成风雨雷电 然而这株扶桑树上空 雷云却在疯狂汇聚越来越宽广 厚重的雷云形成巨大的漩涡 一道又一道天雷疯狂砸下 劈在徐应身上 大钟摇摇晃晃飞来 这一幕他也曾见过 当初徐应的记忆复苏一部分 也有雷云如天结 不断有雷霆落下 为他助能 只是 那时的徐应身后 浮现出各种恐怖倒向 而这次倒向并未浮现出来 打中惊疑不定 天猪剑引出天道雷结 被徐应随手一招 贬自飞毁 少年左手剑指轻轻一抹 剑上所有天道符文 又字缩毁 顿时杀伐不起 刚才还在争斗中的人们 纷纷停止厮杀 不明所以 一柄残剑 勉强开用 徐应手握天猪 提剑轻轻的拍在大钟上 大钟先前被龙渊天神砸扁 钟臂上遍布裂痕 一道道裂痕处目惊心 似乎随时可能碎掉 否则 他也不会飞这么久 才飞回徐应身边 然而 经徐应这么轻轻一拍 他立刻感觉到一股奇异的力量 将自己撑开 说不出的舒坦 他中口恢复如初 并未裂开 不过那些裂痕还在 徐应提剑 手腕抖动 钟臂上一些纹理被抹去 天猪剑在他身上 留下了新的烙印 大钟连忙说道 哎呀阿英 你在我身上留下了什么 哎呀 这是我家主人 给我留下的烙印 你不能乱改啊 七爷七爷 你快看看 我是不是不干净了 他慌里慌张的 向元旗飞去 徐应收剑 面向那冲来一条条 庞大无比的神龙 悠然说道 等到我醒来 把你身上的蚊子给我看 他一人一剑 迎上龙渊 大钟飞来 哎呀七爷放心 阿英一定可以活着归来 七爷快帮我看看 阿英在我身上留下了什么 元旗看了过去 阿英在你身上 磕了一些鸟转重蚊 很复杂 奇怪 好像在哪里见过呀 我脏了 大钟如丧烤笔 当得一声坐在地上 失魂落魄 我家主人赐给我的这些老印 三千年都没有变过 就算是蝉蝉老祖都不曾改变他 而今 阿英把我弄脏了 元旗仔细打量 许英留下的符文印记 这些奇怪的鸟转重蚊 像是蕴藏着某些莫大高深的道理 他看不懂 不明其意 古怪 好像在哪见过 大叔围绕大钟转了一圈又一圈 反复打量 突然脑中灵光一闪 我记起来了 阿英曾经说过 这八个字意思是 灵雨求困 风尽又雨 忠言 阿英在你身上 刻下了八个风尽道文 不用担心 大钟将信将疑 元旗寻来一面镜子 大钟照着镜子不急不徐地旋转 果然看到许英在自己身上 刻了八个古怪的鸟转重蚊 徐府有一卷金册 金册上有十六个鸟转重蚊 其中便有这八个字 当时 只有许英看清这些文字 指明其意 却不知该如何书写 大钟思索 英爷说 等他醒来便给他看 难道是英爷让阿英看这八个字 难道便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写下 为何非得要写在我的身上 他心中懊恼不已 自己本留下纯洁之躯 还要去见主人 现在被许英糟蹋了 该如何去见李肖克呢 他身上原本是李肖克留下的烙印 现在被刻会上他人的符文 对于法宝来说意味着自己不再纯洁 说不定你早就不纯洁了 元妻不怀好意 说不定蝉蝉老祖啊 早就在你身上留下了他的烙印 只是你一直没有查解 哼 我不敢说我身上是否有蝉蝉老祖的烙印 但你身上肯定有他的烙印 蝉蝉老祖何等小鸡 在你肚子里存放法宝 岂能不给你打几个烙印 哼 他的手段高明无比 就算在你屁股上戳十几个章 你都察觉不出 元妻脸色微扁 悄悄地抬起屁股 没有发现异状 这才放心了 第三百二十二集 想做一个人 龙渊没有脑袋 没有双手 但后背血肉裂开 形成一道深深的血肉深渊 百十条巨大无比的神龙如同最灵活的手臂 其中一条神龙张开大口吞噬沿途的星空将许应一口吞下 就在此时一道道建光自那神龙的脖梗中喷喷炸开 雪亮光芒刺穿神龙巨大的肢体旋转切割 沿着神龙粗大的身躯一路破坏直奔龙渊天神背后的峡谷而去 龙渊天神转过身来怒吼连连 其他神龙飞舞张开血盆大口 纷纷纷向那条神龙咬去 很快将那条神龙的肢体撕碎 然而 他们也未曾来得及阻挡住那惊艳绝伦的剑光 一条条神龙的龙须龙染 乃至龙牙龙脚 被犀利无比的剑气斩断 甚至有些神龙的舌头被切了下来 有的鼻子被削落 有的眼睛被刺下 其他神龙勃然大怒 冲着那还在血肉中奔行的剑光猛然大吼 吼声将那条倒霉的神龙肢体震得粉碎 终于 许英的身形被他们震出 漂浮在血肉深渊前 众多神龙纷纷涌来向他咬去 突然所有神龙的龙镜处 血光迸发 鲜血喷涌 一颗颗龙手发出惨叫 从脖梗上脱落 刚才这些神龙尽管将许英轰出 但许英的天猪剑 却也将所有神龙的脖梗斩断 许英身形飘飞 竟自持剑向龙渊天神后背上的血肉中飞去 他竟要杀入龙渊体内 从内而外将这尊天神斩杀 就在此时 血肉深渊中传来惊天动地的大笑 深渊血肉退去 露出无数锋利的牙齿 这道血肉深渊宛如一张竖起来的巨口 只是长在龙渊天神的背上 是才被许英斩得一条条神龙 便如他灵活无比的舌头 许英你终于送到门前 让我尽尸 龙渊哈哈大笑 背后的那张大嘴重重合拢 忽然咬下将许英吞没 龙渊大嘴张开闭合 再张开再闭合不断地搅动 他的牙齿坚硬无比 如山峰交错粉碎一切 江齐 袁七等人心中一片冰凉 突然江齐大声说道 快走 他奋力催动扶桑神术 全力向袁寿世界飞去 袁七和大中则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突然袁七开口 那是应爷 应爷绝不可能被吃掉 一定会平安回来 嗯嗯不错 那是连天魔都能轻易弄死的应爷 就算这个龙渊再强 也不可能斩生应爷 大中连连说道 江齐的呼唤声传来 袁七与大中连忙上前 帮助他推动这株扶桑树 而在他们身后 龙渊天神庞大无比的身躯 开始缩小 逐渐缩小到千余杖 立刻动身 迈开脚步 向扶桑树追去 龙渊天神的声音传来 不用逃了 哈哈哈哈 虚应已死 你们也逃不掉了 就算逃 你们又能逃到何处 众人心中一片冰凉 龙渊天神越追越近 速度也越来越快 江齐脸色阴晴不定 突然停下脚步 你们先走 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前进 很快便可以看到元寿世界 袁七和大中迟疑了一下 还是推着扶桑树呼啸而去 江齐转过身来 面对着越来越近的龙渊天神 催动残存修尾 身后破破烂烂的西夷之欲浮现 他心中默默说道 我现在走 应该来得及 龙渊天神被许英重创 再加上我先前给他造成的伤害 他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 我确定逃命的话 可以逃出他的追杀 他目光闪动 以他现在的状态 绝对不可能挡得住龙渊 他的最佳抉择 就是抛弃扶桑树上的那些凡人 立刻就走 我的元神在扶桑树上 我只需收回元神 闪身而去便可活命 我是周天子的太师 我是智者 离当摒弃人类的情感 我与这些人无情无故 就算拼死拯救他们 他们也无法报答我的恩情 这种交易 完全不符合他的理念 他想要做的是一尊 绝无杂念的神 不被任何人类情感所束缚 不犯任何错误 他的任何决断 都是绝对的明智 绝无半点个人情感 这时 他的元神望向扶桑树上的人们 很多人抱在一起 没有发出声音 看着越来越近的龙渊天神 有些人正在向他残破不堪的元神 攻身下拜 祈求祖先之灵的保佑 还有些人 双眼无神哭坐在那里 将其的元神漂浮在扶桑树上 他听到有人在低声啜泣 看到有人站起身来 拿着祖先遗留下的武器 对着越来越近的龙渊 空子挥舞 他看到年轻的母亲 告诉孩子不要害怕 将其眼吼里发出呵呵的低吼声 大约是伤势还没有痊愈的缘故 让他的喘息有些粗 他的胸腔中火辣辣的 像是有一股气混着血往上冲 我是周天子的太师 我绝对理智 但我知道凡人之躯 不可能对抗天神 他撕开衣裳 让胸膛里的热量尽快地散发出去 他大叫一声 扶桑树上残破的元神飞来 屹立在他的身后 这一刻 他不想再做绝对理智的神 他想做一个人 以人之躯 迎战天神 对决天道 龙渊壮硕的无头身躯 脉步冲来哈哈大笑 后背的大嘴张开 一条条神龙飞出 像你们这样 为他人的性命而送命的可怜虫 我见过太多太多了 人类不知感恩 不值得拯救 还是我来送你们上路吧 强秦幕后 将气息提升到极致 准备迎接自己的最后一战 突然 龙渊体内无数剑芒闪烁 纵横交错 顷刻间 这尊天神 碰的一声炸开 在江琪面前四分五裂 江琪呆了呆 被狂暴的天神之血 嚼得满头满脸 甚至眼睛中也被溅入天神之血 血光中 许应倒提天珠剑 买步走来 将剑柄交给他 江琪一脸迷茫的 接过天珠剑 许应侧头问道 我身上有血吗 江琪打量他摇了摇头 只见他身上清洁如洗 没有沾到半点血子 许应唯唯一笑 我昏迷之后 会有一个人 站在一块石头上飞来 说吧 他倒了下去 江琪连忙将他掺住 突然心有所感 果然看到一个 黑衣红带的年轻男子 坐在一座方丈大小的巨石上 从他们旁边飞过 那年轻男子手中 捧着一卷金书 江琪突然想起 元妻的描述 心中微动 大声说道 徐福 第三百二十三集 疑似故人来 那年轻男子文言 转过头来疑惑道 阁下有事 江琪与他目光遭遇 只觉这双眼睛 清澈无比 没有多少人类的情感 拥有人类的感情 目光就会浑浊 比如 宝经风霜的老人 经历了太多 眼眸便会被各种情感填满 变得浑浊暗淡 将其目光闪烁心想 果然是他 太蒲公扬策 便是败在他手中 险些被他当成祭品 献几个祖龙 他一直就在附近 看来许应所说的没错 与孟泽的现实 的确与他有关 他笑脸相邀 难得有缘 能在星空相遇 不知可否要许 徐道友同行 共返元寿 徐福和尚金书欣喜 能够与大洲的江太师 结伴而行 是小可荣幸 他站起身来 方丈仙山来到江琪身边 他邀请 江太师身边有伤病之人 行动不便 不如到小可的仙山上 方便照料 将其托其许应 来到仙山上 将许应轻轻放下 徐福连忙诊断 许应伤势 输了口气 许公子的伤势虽重 但好在 他真灵魂后 不曾伤到根本 将其目光 落在金书上 不老神仙被人封印 莫非金书上的文章 可以解开封印 此言和解 莫非江太师以为 我控制了不老神仙 不敢 我只是觉得你在玩火 你用金书帮他解开一部分封印 借他之手杀了龙渊之后 又用金书再度将他封印 迟早有一天 你会无法收场 我不知你在说些什么 将其转换话题继续说道 我听闻奈何改道 阴间入侵 封地重现 复活祖龙 与孟泽重现 这些事情 都是由道友一手操弄 那么太医小玄天的重启之路 是否也在道友的算计之中 徐福帮徐应镇压住伤势 闻言惊讶 仰头看向他 重启天路是江太师亲力亲为 江太师进入小石城 只是教练期的修为境界 进入太医小玄天不久 便已经是非生期的大高手 我就算有些能力 岂能算计到这些 将其脸色微贬 江太师降服天道神器天诛剑 传音诛天万界 恢复天地灵根阴阳藤 此乃无双智者之举 倘若我这些都能算到 未免就太可怕了 将其定了定神 俯一下身子 检查徐应的伤势 署长却暗暗扣在 天诛剑的剑柄上 与孟泽县市的消息 散播得很快 这背后肯定有人 推波助澜 主动将与孟泽县市的 消息传出去 吸引人前来 这件事 不由让我想起 两年以前的一段旧事 徐福抬头上望 抬手轻轻拨弄疑惑 什么旧事 将其顺着他手拨出看去 露出惊讶之色 只见这座小小的仙山 竟然还有着自己的大气层 虽然极为鲜薄 但的确是大气层 小小仙山竟是一方世界 刚才徐福这么一拨 居然便将这仙山世界的乌云拨开 一缕阳光不知从何处照耀下来 落在许应的眉心 那缕阳光不大 只是一片鸡蛋大小的光斑 但是却蕴藏着难以想象的灵气 灵力 阳光照在许应眉心时 无比精纯的能量 无需公反运转 自然而然的便进入他的体内 滋润他肉身的同时 还治疗他的神石、魂魄、西夷之欲等各处伤痕 这缕阳光便是仙界的太阳散发出的光芒 因为方丈仙山太小 因此每年享受仙界阳光照耀的机会 只有一次 将其目视这缕阳光 这种手法 与离山大墓现实时的手法一样 我研究过离山大墓的祖龙复生事件 作绝的人先散播消息 说离山有十二惊人出世 吸引奴师世家的高手前来 这些奴师为作绝之人探路 进入大墓中将危险破除 我也听闻此事 只是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门道 江太师不妨仔细说说 方丈仙山向元寿世界飘去 渐渐追上扶桑神术 作绝之人不但要利用这些奴师 为自己探路 破除危险 还要利用奴师体内的仙药 献祭祖龙 让祖龙复活 此人无需出力 也无需出自远 便可以达成自己的目的 复活祖龙 此人的智谋 比太师如何 此人连我也算计了 我被吸引到了小石城 进入太乙小玄天 成为了他的棋子 帮他重聚灵根 重启天路 不过 他是有心算无心 我并不知道有他布局 倘若知道 谁做棋手 谁做棋子 尚未可知 那么 倘若给江太师 一次重来的机会 江太师还会进入 太乙小玄天吗 将其正了正 握住天珠剑的手 倾金战起 会 他很不想承认 但还是实话实说 我还是会进入 太乙小玄天 重聚灵根 再接天路 他必须要这么做 只有这样 才能聚集更多的 原道精粹 免于周天子等人 被天魔所衬 那么 江太师又何必在意 是否在局中 是否被人利用 将其的手 轻轻放开天珠剑 杀气脸去 你是个妙人 我一直是个妙人 只是有些人 不懂得欣赏 比如 倘若那些死在 黎山大墓中的 挪施世家 就算他们明知 黎山大墓的消息 是我散播出去的 难道他们便会不去吗 他们还是会去 便如江太师一般 这就是 智谋的妙用 两人相视一笑 颇有 惺惺相惜之感 我期待与你 堂堂正正 对决一场 我不会给你 堂堂正正 对决的机会 比如这一次 你想对我下手 都没有任何机会 两人对视 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 方丈仙山追上扶桑树 将其抱起许应 跳下仙山 回到扶桑树上 他回头看去 方丈仙山和徐福 已经无影无踪 此人是我的禁敌 将其吐出一口啄气 若非与龙渊天神 硬害一场 遭到重创 他真想与徐福 对战一场 验证彼此所学 将来还会有机会 第三百二十四集 疑似故人来 前方 袁寿世界在望 徐应醒来时 扶桑树已经扎根 在云梦泽的深处 渔赴世界的人们 正在忙于 兴建新的家园 打折中多亿兽 极为凶险 想要在这里生存下来 没有强大实力 无法办到 徐应站起身 只见将其被人围的 水泻不通 他正在传授这些人 炼器功法 讲解一些基础的炼器知识 徐应晃了晃头 还有些昏沉 难以集中精神 这时 天空中有亮光传来 人们纷纷惊呼 徐应仰头看去 只见一轮热辣辣的太阳 向这边飞来 但定睛看去 却是一只三足金屋 周身的火焰形成的异象 那只三足金屋 体型颇大 一展数百丈 飞过来时空气灼热难忍 带到金屋落在扶桑树上 顿时只见金色的火焰 顷刻间便流遍扶桑树 让这株神术散发出 浓郁逼人的灵力 所有人呼吸灵力 便只觉一身气力不断提升 身体强健 脚步轻盈 眼睛砍得更远 耳朵更为聪明 众人纷纷向那金屋膜摆 金屋振翅 将羽翼展开 宛如无上的君王 庇佑众生 突然 人群纷纷散去 只见那金屋伸长脖子 脑袋从树上垂下 来到徐应面前 鸟手翻来覆去 打量徐应几遍 徐应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金屋的口中传来 奇怪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徐应打量金屋疑伙 啊 我对你没有印象 我应该见过你 但我太古老了 老的记忆力衰退 记不起藏在何处见过你了 奇怪 你不可能活得这么久才对 将其从人群中走来 扶桑术能招来金屋 有金屋必有 这些余父之名 生存下来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江太师 救人的感觉如何 从神回归人 固然有所感触 但儿君的时代 不需要人 徐应看向他 露出疑惑之色 将其将天珠剑收起来 紧了紧衣襟 人性 在这个时代 是活不下去的 阿英前辈 我肩负彼岸神州 全传人的生机 拥有人性 便是害他们性命 他向徐应 躬身告辞 我必须把握神性 不能被感情左右 但我欣赏阁下这样的人物 阿英前辈 今日结下善缘 将来我有相情之处 还望不要推辞 徐应微微欠身 轻轻点头 将其背负天珠剑 破空而去 徐应目送他 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在天空中 不需要人性 只保留神性吗 他突然想到 徐福就是希望 他变成这样的人 这时 袁七游过来 信息说道 阿英 你醒了 钟爷 钟爷 快点过来 让阿英看看 你屁股上闹音的字 徐应疑惑 只见大钟 扭扭捏捏捏的飞过来 身上还挂着一些布匹 应该是 于府之民 为他缝制的衣裳 钟爷 何故如此作态 徐应诧异 大钟飞到跟前 元气强行脱下 大钟的衣裳 露出天珠剑 刻下的那八个鸟转重吻 许应上前查看 心中微动 辨认一个个鸟转重吻 追悉鸟转重吻 他一看便懂 便想要记住 每个鸟转重吻的形态 便怎么也记不住 每每强行记忆时 便察觉到脑海中 一股迷雾涌来 将他的记忆完全擦去 徐应一遍又一遍记忆 记忆一遍又一遍被擦去 头脑浑浑噩噩间 突然醒悟过来 我何须完整记忆他们 我将这八个蚊子分解 演化出不同的道法来 那时还会被抹去吗 大钟羞涩的开口 哎呀 阿英啊 你看好了没有啊 我可要穿上衣裳了 钟爷 这八个字运藏莫大为能 连硬言都能封印 或许是你咸鱼翻身的机会啊 你才咸鱼 我这 大钟暴怒 再无扭捏作态 与大蛇扭打在一起 突然 只听当的一声 钟威爆发 钟壁上的鸟转重吻中的 球字道文 光芒绽放 圆七四周空间折叠 请客间便将他困在其中 那球字之中又有球字爆发 比上一个球字小了许多 将圆七肉身完全锁住 接着 第三层球字道文爆发 将圆七的西仪之狱囚禁 锁住西仪之狱后 第四层球字道文爆发 将圆七的金丹和炉顶锁住 第五层球字爆发 将圆七的魂魄锁住 第六层球字爆发 将三魂七魄纷纷锁住 第七层球字爆发 已经极为细微 将圆七的一点不灭真灵 缩在细小无比的囚笼 圆七眼不能动 耳不能听 断绝无感 魂魄也失去一切感官 修为神石 统统不能用 陷入莫大的恐惧之中 大钟呆了呆 突然筐筐大笑 得意洋洋 我不必穿衣裳遮体了 我也不用遮遮掩掩了 有了这等烙印 我还须怕什么逍遥中啊 就算是李萧克 也须得叫我一声忠爷 我要回到韭菜林 与那个逍遥中比划比划 看看谁才是正主 忠爷高义 忠爷 能把圆七释放了吗 大钟无意中 才将球字道文触发 也不知该如何解开封印 忙了半晌 还是没有结果 反倒又触发了语字封印 将圆七封印的更深 许颖只好苦苦钻研 八个鸟转重文 提笔将自己参悟出的东西记下 免得记忆再被抹去 过了几日 许颖还是为能解开 圆七的封印 心中渐渐焦躁 大钟也担心起来 围绕元七转来转去 云梦泽小石城 北臣子脸色铁青 看着面前的小小祭坛 只见祭坛上手臂粗的香火 依旧在燃烧 神龛中的镇摩符纹 也还尚在 但上面的蚊子 却总是在变化 动荡 显然 有人在试图破解封印 无法无天了 北臣子愤愤地骂了一句 转头向神州的土地神说道 刁民在强行破除封印 这件事上头该管了吧 那土地武短身材 还没有他小腿高 把一张皱巴巴的黄表纸 拍在祭坛上 管个屁啊 两年半以前我该上到尚书 要自下颠道神器 镇压祖龙 到现在还在走流程呢 哼 这次尚书 还不知道要等到后年马月呢 无论是北臣子 还是土地公都有些焦躁不安 他们这两年多以来 被祖龙捉一宗 寝食难安 不得不东躲西藏 两年前 土地公栖身的神州土地庙 还被祖龙寻到 那一战 土地公终于知道 为何祖龙自称脚踩神州 神州土地庙 真的被祖龙踩得粉碎 断了他的香火 他们四人拼死抵抗 终于逃脱 但也丢了许应的踪迹 四人只好分头行动 玉堂仙子与仇荣老者一路 北臣子与神州土地一路 他们四处搜寻许应的下落 关于许应的消息时不时传来 他们赶过去 总是扑个空 就在前不久 他们得到许应出现在云梦泽的消息 便匆忙赶来 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许应已经乘着时程 破空而去 前往天路 天路那等禁地 就算是北臣子等人轻易也不得涉足 许得也请上头批示 上头应允他们才能进入天路 但是请上头批示 一来一回 只怕又是一两年或者是数年过去 比如这次 土地神求上头赐下天道神器 镇压祖龙 上头便没有批 他们求爷爷告奶奶 盼望着许应不要出事 不要出事 但似乎许应在天路上还是出了事 时程回来后 许应没有回来 没多久 镇摩符文十六个字封印 其中一个文字莫名其妙的暗淡下来 接着封印被解开一角 此事非同小可 他们吓得一魂升天 两魂断地 但好在这种意向持续时间不长 很快 那个暗淡下来的符文 便自恢复正常 他们心惊肉跳 好在一直无事发生 但是这两天 镇摩符文中的两个符文幻名幻灭 这就是大事了 此事非同小可 绝对不能忽视 北臣子向神州土地说道 第一次封印符文暗淡了一个 相当于囚犯在牢狱中 有人前来劫狱从外面把牢狱打开了一个口子 但是劫狱的人不知处于什么缘故 把人救出来一半 又把人塞了回去 打开的口子也给补上了 神州土地听得迷迷糊糊 现在呢 现在的问题是 牢狱里面的囚犯 好像知道了锁的构造 正一把接着一把的试钥匙 尝试着自己开锁 这才是最危险的 他这么解释 神州土地便清楚了 面色凝重 也就是说 他如果试对了钥匙 别能自己打开门出去 他自己走出来 就不会再把自己关进去了 此事必须上柄 告诉上头 小义厉害 上头换些镇膜符文 便可以再保 数千年无忧 我的庙被祖龙拆了 无法联络上头 须得去寻其他不周的土地庙 借路上报 北臣子周梅 若是这样的话 流程更为复杂 单单走流程 恐怕都要了两人的命 还有一个法子 就是去天神殿 直接面见那些天神 净动天神殿的高层 天神殿早就想干预涉俗 一定很乐意插手的 上一次玉堂仙子 去了天神殿 他们并无权力对付许英 那是你们面子不够 我是神州的土地 向天下香火 我与他们说 定能请他们出手 北臣子舒了一口气 还请道兄 速去速回 记得当心祖龙 神州土地心中凛然 猛的往地下一钻 消失不见 北臣子看向苍茫大泽 云梦浩瀚如烟 不见边际 远处还不断有大泽 从苍无之渊中涌现出来 水草丰美 巨兽横行 这次一定要天神殿的天神 请来新的镇魔符文 不能用老一套了 否则毕生大乱 他望向远方 忧心忡忡 北臣子目光所及之处 只见有金屋拖着 如同烈日般的火焰 在水面上飞行 那是一只年迈的三族金屋 散发着远古凶兽霸道绝伦的气息 威压万寿 即便是北臣子也不仅有些惊惧 不敢招惹 他心中暗想 哪里飞来的金屋 这么苍老 只怕活了两三万年了吧 那金屋震翅 在水面上飞行 热浪将大泽之水蒸发 掀起哀哀白雾 猛然探找 从大泽中抓出一条长达百余杖的巨鳄 那条巨鳄藏于水底捕食岸上的巨兽 它已经活了两千余岁 数度蜕变 生出了龙脚龙尾 如同恶骄 乃是附近的大胸之兽 他被金屋抓住 游子挣扎要在半空中转身 反咬金屋 那金屋哪里容他 掌口喷出一团火光 便将他从头到尾烧了一遍 待金屋飞到扶桑树上 巨鳄已经熟透了 年迈的金屋在树上食用巨鳄 将吃不完的血肉 丢给那些祭祀他的渔父之民 金屋吃饱之后 瞥见许应还在那里冥死苦想 思索破解 求自道文 于是说道 少年 这种符文叫做仙道符文 记载着仙道 不是那么容易破解的 徐应醒来 向金屋毕恭毕敬 老前辈 你既然认得这是仙道符文 小来一定见过 能否告诉我 该如何才能破解 年迈的金屋 从扶桑树上伸出长长的脖子 探到他面前 瞪着昏花老眼 打亮徐应 过了片刻 艰难的把嘴角的一条鳄鱼肉 吸入腹中 我太古老了 许多事都已忘记 我认得这是仙道符文 我也见过你 但是 我不记得了 他缓缓扬起脑袋 声音在广袤无垠的水面上 如波文般传荡开来 我的记忆在衰退 我记不清身上的伤口的来历 不记得自己为何在这里 大约再过三千年 我便会老死了 他拍动翅膀 掀起阵阵干燥的狂风 我年轻时的记忆 或许已经消失了 或许还藏在我一时的某处 少年 你若是胆子够大 便自己进入我的记忆中 去寻找他们 说不定 你能寻到那些 我见过的仙道符文 许应精神大振赞美 前辈果然神通广大 忠也 你随我进入前辈的记忆中 寻找仙道符文 大众警惕 阿英啊 这只鸟老糊涂了 它的记忆在不断湮灭崩溃 若是咱们进入它的记忆中 恰逢它的记忆湮灭 只怕连我们也会被延灭 或者困在它的记忆迷宫中啊 许应迟疑一下 回头看向袁七 七爷不能不救 忠也 这是你惹出的事 你难辞其咎 随我一起进入 金无前辈的记忆中 为我保家护航 大众无奈 只得应允 第三百二十六集 不遗不弃 许应振奋精神 仰头向年迈金无说道 前辈 我朋友袁七在树下 他被封印了 还请前辈召开一下 不要把他吃了 金无老太隆忠 眼神也有些不太好 低头询问 哪个是你朋友袁七 许应引领着他的脑袋 来到被封印的袁七面前 金无老眼昏花 反复打量几遍 原来是一条泥鳅 好 我会帮你们看住他 不会让人伤到他分毫 你老人家记性不太好 要不要写下来 我担心你老会忘记 金无怒吓 威风凛凛 和声震得大钟 嗡嗡作响 我只是忘记了年轻时的事 近期的事绝不会忘 你这破钟 不要啰嗦 大钟自存 打不过他 唯唯诺诺 许应高声说道 前辈 还请将我们收入你的记忆中 那金屋 周身太阳神火 熊熊燃烧 猛然间火蛇一卷 将许应连同大钟 一起卷起 许应顿时只觉自己置身于火海之中 被一股莫大的力量推着前行 四周到处都是熊熊神火 疯狂燃烧 神火中还不断有一个个身形 飞速的向后闪过 那些火海中的身姿 屹立在不同的山河之中 大山大河 迥异各不相同 甚至还有星空不断闪过 他甚至看到一颗颗太阳 从自己眼前向后飞过 甚至还看到神魔林立的战场 各种神魔如战神般筋肉猙獰 各有不同姿态 正在汗勇厮杀 面目猙獰 他的耳畔听到各种声音 有厮杀声 刀兵碰撞声 黎民送念 笑声 哭声 海浪惊恐 道音 等等声响 这些声音飞速而来 又飞速而去 突然 那年迈金屋的声音传来 我将你们送到我记忆的最深处 那里应该是我刚刚出世时的记忆 你们从那时开始寻找 应该不会错过仙道符文 他的声音越来越遥远 你很熟悉 说不定我在某段时期见过你 你有可能是我接受黎民崇拜时 崇拜我的信徒 许英眼前无数画面飞速的向后流逝 金屋的声音渐渐遥远 不可听闻 突然 年迈金屋奇特的力量将他推到记忆开始的地方 金屋记忆开始的地方是一个温暖的圆卵 他正在舒展身躯 用鸟绘和鸟爪子撕开这颗卵 要从里边钻出去 他从内向外敲开卵壳的一瞬间 外面的亮光映入眼帘 这一刻他有了自己的记忆 真正意义上的出生了 一个神奇的生命诞生了 阿母 阿母 一个兴奋的声音传来 欢天喜地的叫道 我天天天天服的鸟蛋 真的出生了 许英听到这个声音 心中疑惑 大钟也轻轻的当郎一声 嘀咕道 古怪啊 好熟悉的声音 年幼的金屋睡眼惺忪 努力地张开眼睛 这时 许英看到自己的面孔 映入金屋的眼帘 阿母 快来 许英看到自己兴奋无比的脸庞 填满了年幼金屋的视野 让年幼的金屋感觉无比亲切 阿母 我终于有自己的灵兽了 许英看到自己兴奋雀跃地跳来跳去 没有一刻安静的时候 那时的他和现在差不多大 脸上挂着稚气 脸被晒得红通通的 脖子上挂着一串兽牙项链 粗手大脚 光着脚丫子 他身上只穿着一条豹温短裤 应该是直接从豹子身上扒下来的 把豹子后腿剪断 直接穿上即可 他的屁股后面还挂着一根豹子尾巴 金屋渐渐能飞起来了 喜欢停留在少年阿应的肩头 他看到少年阿应口中的阿母 是一个健壮的蛮族妇人 五大三粗 一绑子力气 我给你取个名字 今后便叫你金不宜 不宜不弃的金不宜 少年阿应笑道 作为少年阿应的灵手 金屋跟着徐英去打猎 同族的少年们 多数都拥有自己的灵手 这些灵手极为庞大 威猛异常 只有金不宜很小 这只小巧的金屋 却凶猛异常 口喷烈火 连那些成年的异兽 都有些怕他 金不宜很喜欢自己这个主人 主人有自己的烦恼 每次主人去喝里洗澡的时候 总是会用力揪下一根毛毛 懊恼的说道 又长了一根 可恶的毛毛 每当此时 他总会喷出一朵火焰 把那根毛毛烧成灰烬 时间一年年过去 金不宜渐渐长大了 泛着洪荒凶兽的气息 镇压了方圆数百里的灵手 威风淋漓 但主人阿应始终没有长大 渐渐成了村民们眼中的异类 这一天 阿应消失了 金不宜很是惊慌 急忙四下搜寻 他正是在云梦泽中穿梭 遭遇了其他与他一样强大的洪荒异兽 甚至遇到了比他更加强大的异兽 金不宜千辛万苦 搜遇了云梦泽 没能寻到自己的主人 他渐渐长大了 拥有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飞行师可以化作一团火光 速度极快 即便是这样 他还是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才寻到自己的主人 少年阿应居住在南海边的一个小渔村中 他还叫许应 但是有了另一段身世 他不记得自己从前的父母 也不记得自己有一只名叫金不宜的灵兽 夜晚 金不宜散发的火光照亮渔村 将少年吸引出来 金不宜 金不宜 天空中有怪鸟在长鸣 叫道 不宜不弃 不宜不弃 怪鸟扑下来 抓走了少年阿应 这时 有强大的人类修士追来 将金不宜打伤 迫使金不宜不得不放弃这个少年 振翅逃离 又过了百年 金不宜长大了许多 比从前更加强大 他再次寻到那个名叫许应的少年 少年阿应在昭歌城中 是一个富商家的公子 他飞到昆仑 薄杀那里的神 抢到了可通天地鬼神的仙草 带着伤飞毁于昭歌 他缩小体型 落在少年的尖头 将仙草送给少年 锦屋振翅而起 在昭歌城上空徘徊 金不宜 不宜不弃 金不宜 金不宜 不宜不弃 金不宜 第三百二十七集 天降玄鸟 徐英和大忠 跟随着金不宜的记忆 来到昭歌 他们的视角是金不宜的视角 俯瞰整个古老的神城 维俄壮观的昭歌 充斥着宏大古朴的建筑 人类修饰强大如鸢 这是一个路上神国 炼骑士们供奉的神 不是尔金的乡野之神 而是天道世界的天神 炼骑士跟随着大商的国君 四处征战 扫平神州其他国度 征战其他步骤 将其他各族人们压到昭歌 作为奴隶 疯年过节 大家族会杀掉数以千计的奴隶 祭祀天神 那时 每当节日 天空便会变得千疮百孔 一尊尊天神 从天而讲 来到人间享用祭祀 每次节日 他们都会吃掉数以百万计的奴隶 大商也在天神们的庇佑下 征战杀法 荡平元寿世界 富商家徐印公子 服下通天地鬼神的仙药 变得聪明很多 似乎封印也松动了一些 徐印公子跟随家族行商 收购前线的将士俘虏的奴隶送到昭歌 他懂得修行 修为日渐强大 金不宜跟随着他 随着他的修为突飞猛进 他像是渐渐觉醒了某些记忆 似乎记得了金不宜 不宜 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吗 有时候这个年轻的主人会犯迷糊 询问金不宜 我们去屠杀其他国家 献祭天神 是对的吗 我看那些奴隶 与我们一样都是人 而我们祭祀的天神 反而不像是人 为何我们要杀与我们长得一样的人 去讨一身的欢心 金不宜不知道 他虽然是洪荒异兽 弥漫着焚烧青天的火力 可以摧毁一切 但是他并不知道何为对错 他只是觉得 自己出事之初就看到了许应的面孔 那么许应便是自己的至亲 他不会让至亲受伤 受愚弄 少年阿应做的事情 就是对的事情 少年许应有许多疑惑 有一次 他掀开一个蓬头垢面的孩子头发 露出一张清秀的脸 这个女奴名叫燕宝儿 是原封世界的一个异族的女孩 大商已经在天神的助力下 扫平了元寿世界 开始挣扎其他世界了 少年阿应坠入了爱河 不可避免地喜欢上女奴燕宝儿 燕宝儿对他说 我记得你 好似我们前世见过 少年阿应对女孩说 我服用仙草之后 脑海中总是会闪过一段古老的画面 里面总是有你的身影 可是 他们的地位太悬殊了 即便少年阿应 给予燕宝儿自由身 他也不能迎娶这个女子 更何况 他没有权利给予燕宝儿自由 大商将士 争斩杀法 俘获的奴隶 只有代表着天权的商帝 才有权利赦免 又是一年冬季日 少年阿应看到自己的恋人 被押到祭祀天神的祭坛上 献祭给天神 少年阿应抱走了 他杀上了一年中 最为重要的祭祀大典 杀上了祭天的典礼 迎战那些得到天神庇佑的强大祭祀 金布宜扑过来 向那些大商少年的祭祀出手 烧死了很多人 阿应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会追随着你 金布宜载着许应和燕宝儿 杀传昭歌 夺路而逃 后方是大商的铁骑 踏破天空 向他们追杀而来 天道世界的天神也震怒了 竟有凡人 胆敢抢夺他们的祭品 这是目无天条 无法无天 绝不能饶暑 天下之大 再无他们容身之地 金布宜保护着他们俩东躲西藏 历经了无数沙法 这只神鸟渐渐成年 愈发强大 而许应和燕宝儿的实力 也越来越强 少年少女在战斗中不断成长 感情也越来越深 但是金布宜始终是他们这个小家的一部分 而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们对彼此说 我们会不依不弃 哪怕到了下一世 下下世 也会再度重拒 然而天神和大商的报复 是他们所未曾想到的猛烈 这场追杀持续了数百年 从神州杀到其他部州 从元寿世界杀到其他世界 天神不惜亲自降临 也要铲除这对违抗天命 触犯天条的鸳鸯 许应和大中追随着金布宜的记忆 跨越了一段无比漫长的岁月 这段岁月带给许应和大中深深的震撼 金布宜的记忆开始出现缺漏 那是这个古老无比的神鸟老了 他的记忆在湮灭 这些湮灭的记忆像是混沌一样陷入其中 便会被同化为混沌 忘记所有 又像是迷宫反反复复寻不到出去的路 许应和大中遭遇了一场场记忆湮灭的结 大中拼死守护许应 逃出一场场湮灭 这些记忆对金布宜很重要 但是他太老了 已经老得无法回忆起这些经历 大中不住地看向许应 他不知道许应在经历了金布宜的记忆之后 会作何感想 在金布宜的记忆场合中 许应再度放缓了脚步 他很认真地观看金布宜这段记忆 这段记忆应该非常重要 非常深刻 因此即便是现在 金布宜也未曾将这段记忆完全湮灭 这时的少年阿应和燕宝儿 已经成长为当时世上最强大的炼气室 他们与一只燃烧战火的金乌 共同跨越了岁月的长河 对抗天神 也丝毫不落下风 他们逃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追杀 甚至决战天神 与大商最顶级的祭司 他们还曾去劫掠大商的运奴船 带着那些奴隶反抗天神的统治 然而 燕宝儿渐渐老了 他度过了炼气室的一生 长达四千年的岁月 当年的少女已经白发苍苍 不复见从前的娇言 阿应还是少年 曾经的少女儿今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弥留之际 她的意识渐渐虚弱 少年阿应握着她的手 低声 却很有力量 像是要把自己的誓言 烙印在她的魂魄之中 伴随着她千事万事 下意识 我会找到你 无论你在诸天万劫的何处 第三百二十八集 岁月如歌 一朵花卸去 另一朵花在世界的某处悠悠生长 渐渐盛开 今不已与少年阿应一边反抗天神和大神追杀 一边寻找那个有着前世约定的女子 她们在星空中穿梭 战斗 走过一个个世界 少年阿应也觉醒了更多的记忆 她们也遭到了更为强大的存在的追击 那是一批不同于天神的人 神秘无比 即便是天神也对他们毕恭毕敬 这是他们遭遇的最险恶的战斗 少年阿应却很是开心 对金步仪说道 我可能找到了封印我记忆的东西 她画出一种种奇妙的符文 那是仙道符文 是她与那些神秘人交手时参悟处的东西 我可能被这些东西封印了记忆 她兴奋地说道 金步仪仔细观察这些仙道符文 但是她看不懂 她是当今世上最为强大的洪荒异种 但是她也有不懂的东西 少年阿应所画的仙道符文 对她来说太高深莫测了 看到这里 许英轻声说 仲爷 我们找到了我们想找的东西 大钟沉默不语 她知道许英肯定会有很多复杂的想法 她不知道该如何劝慰许英 许英看着金步仪记忆中的那些仙道符文 那些是金步仪无法理解的东西 很多符文都已经模糊了 看不清了 她记不住这些 许英沿着金步仪的记忆向前走去 她想寻到更多有用的东西 她与大钟一起绕过那些湮灭的记忆 来到另一段金步仪深刻的记忆中 少年阿应寻到那个魂牵梦绕的女孩 但是寻到女孩的这一天 她也陷入了重围 那些神秘人与天神先一步找到那个女孩 利用她设下了埋伏 少年阿应在踏入埋伏前的那一刻 便看出了不对劲之处 不宜 将来你带着这个字找到我 唤醒我 少年阿应将一个金色的仙道符文 打入金步仪的记忆中 笑着说 你还可以逃出去 飞吧 不要停下 将来 我们成聚 金步仪疑惑地看着她 不是说好的不遗不弃吗 为何要她逃走 她也可以逃出去啊 何必去送死 为何明知道必死 也一定要去 总归有一线希望 不是吗 少年阿应挥手 将她远远送走 义无反顾地踏入埋伏圈 虽然明知是陷阱 她也要试一试 金步仪飞呀飞呀 只是她第一次不战而逃 身后埋伏圈中爆发的神光 将她的影子投向了广袤的洪荒 她牢记着那个少年的话 飞吧 不要停下 将来 我们重聚 她振翅飞行逃了百余年 终于事态平息 她又去寻找阿应 像一个着火的太阳 从一处处陌生的地方飞过 她寻找了许久 许久 她察觉到自己不复圣年 有些老态 总有些记忆记不住了 明明是很重要的东西 偏偏忘记了 她继续飞行寻找 她在空中呼唤着 金步仪 步仪 不弃 金步仪 她终于又找到了阿应 阿应还是少年 没有变过 而她却多了一些老话羽毛 留守在阿应身边的人类修士 极为强大 与她搏杀 驱逐她 金步仪一次又一次被打伤 却一次又一次返回 与那些人类修士拼命 她将少年阿应抢走 躲避那些人类修士的追杀 躲避天神的追捕 东躲西藏 她将金色符纹给少年阿应看 但没有多大用处 阿应并无忌弃她 人类修士和天神一次又一次地追上她 将她打伤 抢走阿应 她固执地飞来飞去 私下寻找 她像是一个固执的老人 不知道变通 然而渐渐地 她老了 她没有败给那些人类修士和天神 她败给了岁月 有一天 她飞在空中 突然间有些茫然 她不知道自己为何而非 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 她已经老到忘记了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 她老到不记得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执着 老到忘记了阿应和过去的一切 她隐约记得 自己像是在寻找什么 很重要 很重要 但是她记不起究竟要找什么了 她大约是累了 随着天地被封印 她也被卷入封印的天地中 这次云梦泽被释放出来 她也老得懒得动弹了 但就在那株扶桑树从天而降的时候 她心血来潮 又想飞行 她像是感受到了熟悉的气味 于是振翅而起 挥动着古老的羽翼 拖着年迈的躯体 飞呀飞呀 来到那株扶桑树上 桌里很亲切 她吐出火焰 点燃这株神树 很舒坦地蹲聚在树上 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隐约觉得曾经见过 于是从树林中探出头来 反反复复复打量这个名叫许应的少年 奇怪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她如实说道 我太古老了 金布衣想着 她太老了 看着许应 她已经苍老地 记不起这个少年了 第三百二十九集 好朋友 大众心里默默想到 如果将来 我是说将来的某一天 七爷会成为下一个金布衣吗 她总有一些担心 现在的许应并不安全 有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 在盯着许应 甚至左右着许应 这股力量庞大 神秘 深不可测 即便是天神 也只是这股力量的下属 她的势力触角 可以延伸到诸天万界之中 哪怕是强大如反抗大伤的那一世的许应 最终也还是隐恨收场 远的不说 最近一次 许应便在大中和元七的眼皮子底下 被北臣子等人带走 丢到武林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 而北臣子应该只是这股势力的马前卒 虽说 这次许应回想起 大中和元七的过往种种 侥幸恢复记忆 但那毕竟是小概率事件 从金布怡的经历来看 许应无法反抗那个神秘的事例 才是大概率事件 无论她如何努力 最终还是会被捉去 摸去记忆 变成少年阿颖 开启一段又一段新的人生 倘若今后也是如此的话 那么七爷也会如今不宜一样 永远地寻找阿颖 直到自己老得再也记不起阿颖吗 大中自问随即自答 并不会 七爷多半早就嚷嚷着分家产了 哎呀 阿颖的家产真不少啊 毕竟这两年多以来 探索挪仙引颈地得了很多宝贝 再加上这次探移小玄天之行 臭蛇肚子里宝贝多多 早就懂了分家产的歪心思 不过 大中跟在许应的身后心中悠然 我会监督着她 让她去寻找阿颖 直到她找到为止 就算七爷老了忘去了 我也不会忘记 除非哪一天我已经秀气斑斑 到了不记得阿颖的时候 那时再停下也不迟 终于 许应从金不移的记忆中 寻到了那枚被她遗忘在角落里的金色仙道符文 这是大商时期的少年阿颖 与天神们的主人薄沙时参悟出的一个仙道符文 有很多是许应 看到这枚金色仙道符文都没有任何感觉 但是当许应的目光落在金色符文上时 渐渐的古老的记忆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户 她隔着这扇窗户 仿佛看到了囚龙里的自己 那是一个个囚龙 许应放眼看去 望不见尽头 映入眼帘的到处都是一个个立方体的囚子 每个囚龙中皆有一个自己 这些自己如元气一样 被锁住肉身所在的空间 被锁住了肉身西夷之欲 锦丹炉顶 魂魄元神 以至三魂七魄 唯独没有被锁住的 便是不灭真灵 她的不灭真灵太强大 囚子仙道符文无法将之封锁 许应看到这一幕 心中微动 大商时代的我 参悟出了囚子仙道符文的破解奥妙 就藏在这枚金色符文之中 那个时代的她 与这个时代的她想到了一起 他们遇到了同样的难题 那就是自己在参悟封印自己的鸟转成文时 记忆会被不断抹去 就算她参悟的再深 也不会留下半点感悟 大商时代的许应 想出的解决办法 与现在的许应想出的解决办法相同 就是将自己参悟出的东西记录下来 不同的是 而今的许应破解起来十分困难 需要从头做起 而大商时代的许应 却已经将其中的囚子仙道符文破译出来 她心中颇为欢喜 细细参悟金色符文的奥妙 一时间忘记了自己还在金布仪的记忆中 金布仪蹲聚在扶桑树上 她散发着沧桑的气息 盯着被困在封印中的元器 渐渐的打起盹来 她的睡梦中 有些古老的记忆沉淀在意识的深处 伴随着许应和大中前去游离 那些沉淀的记忆又被泛起 偶尔她会梦到一些过去的事情 但是当她醒来时又渐渐忘记 她的耳边会响起战鼓 唤醒了她老化的气血 仿佛战斗还在继续 只是醒来时 已经不记得自己的战友是谁 更不记得自己的敌人是谁 金布仪打个哈欠 从睡梦中醒来 觉得扶桑树有些凉了 便喷出一口太阳神火 让扶桑树散发出更为炽烈的火光 古老的金屋在树上 轻轻挪动一下鸟爪 让自己更为舒服一些 她盯着树下不远处的元器 心中有些纳闷 这里有一只蚯蚓 好大的蚯蚓啊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天可连见 她鸟手探出 用力啄响 将元器周围的空间 球龙啄的嘣嘣作响 火光四溅 但好在大中射下的 球龙封印很是结实 即便是金布仪 一时间也啄不开 只是将那个空间 球龙啄的千疮百孔 元器的脑壳 暴露在她的鸟汇之下 上神 许多渔妇之民 慌忙跑过来 挡在空间球龙前 大声说道 上神 还记得玄公的吩咐吗 这是玄公的蛇 叫元器的 让上神帮忙看护 不能吃了 金布仪脸上垂下来 一些白色的羽毛 如同鹰鹿般沉甸甸甸的 瞪着昏花老眼 反反复复地打亮元器 突然醒悟过来 连忙缩回脑袋 我居然忘记了 她的声音轰轰隆隆 在树上乍响 你们放心 我聚起来了 这是好朋友 我不会吃了好朋友 渔妇之民很是担忧 相互商议 唉 上神的记性 好像不怎么好啊 果然 金布仪的记性 不怎么好 那些渔妇之民 发现情况不妙时 金布仪已经把空间 囚笼啄破了 他们冲过来 变见他们供奉的老神 叼住好朋友元器的 大脑袋 正在往外扯 便向母鸡 啄住了一条 洞中的蚯蚓 试图把蚯蚓 从洞里拉出来 上神 上神 渔妇之民们冲来 高举双手 向扶桑树上呼喊 不能吃 不能吃 这位是徐恩公的朋友 元器 也是我们的恩公 徐恩公还请上神 帮他照看元器呢 金布仪放下被啄得 血肉模糊的元器疑惑 徐恩公是谁 众人解释一番 终于唤醒了 他几天前的记忆 金布仪恍然 我险些做了错事 这支泥球没有事吧 他恋恋不舍地 咋吧咋吧嘴巴 似乎还在回味 渔妇之民 唯恐他又忘记了 于是命人专门伺候他 那些人在他面前 举起牌子 在牌子上写字 记录下关于他的种种 这样就不会忘记了 金布仪看了看元器身边的牌子 忍住吃掉好朋友的冲动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择日飞升 由头驼渊和一大群配音小伙伴联合制作 大家都说这本书听不懂 听不懂就硬听 硬听还不懂 就再听一遍 谢谢 第三百三十集 少年时代 他兴奋地说道 原来是好朋友 终于 许应将那枚金色仙道符文中 能参悟出的东西领悟 其他参悟不出的东西 他继续留在金布仪的记忆中参悟 也是无用 许应向大众提议 众爷 我们离开吧 大众小心翼翼地观察 许应 阿英啊 咱们在金布仪的记忆中的所见 需要告诉他们 许应抬头望天 想了又想 众爷 他忘记了从前的种种 多么幸福 他不需要在东奔西跑 不需要再为我拼命搏杀 迎战那些不可能战胜的对手 他在这里 有一群爱戴他的人们 供养他 祭祀他 他可以在这里一养天年 可是 寻到你是他的执念 阿英啊 他寻你一生 不应该让他完成自己的执念吗 许应思索片刻取出一个玉瓶 大众狐疑地盯着玉瓶 许应打开玉瓶 大众更加疑惑 阿英 你瓶子里的是什么 怎么像是原道精脆的味道 你不是把装原道精脆的葫芦 还给姜太师了吗 当然还了 还给他之前 我从葫芦里倒出一点原道精脆 自己保存下来 应该很合理吧 你倒了多少 一点 让我看看 许应不给他看 从玉瓶里倒出一些原道精脆 又从自己的泥丸密葬洞天中 调度来一些长生仙药 从永泉密葬中调取一些魂魄仙药 以原道精脆化开 这样做 会让金不宜恢复一些肉身和魂魄上的活力 至于是否能为他严守 许应便不知道了 毕竟 金屋是洪荒异兽 也有着寿源的极限 就算原道精脆再怎么强大 再怎么有奇效 也不可能帮他逆天改命 许应无法帮助如此强大的存在 打通泥丸密葬 只能自己度一些仙药给他 原道精脆也可以帮他改善身体状况 应该会让他总是忘事的毛病得到改善 许应和大中 许应和大中从金不宜的记忆中飞出 落在地上 许应看到阳光照射下来 不由的神情一阵恍惚 竟然恍如隔世 他像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重新回到人世 一时间竟觉得有些陌生 他定了定神 才接受这时候的自己 然后他就看到被啄破脑袋的元器 血流满面 一动不动的僵在那里 四周的空间 球龙被捉得千疮百孔 发生什么事了 许应疑惑 询问金不宜 年迈的金屋脑袋 摇得像是波浪鼓一样 连忙说道 不止 我最近总喜欢忘事 大约是敌人来了吧 他的目光躲闪 许应度给他长生仙药 又用原道精粹炼化长生仙药 让他的记忆力好了许多 最近的事情可以记起 金屋虽老 却变得精明起来 决定绝不承认是自己做的 许应看向那些于府之民 于府之民面对他支支吾吾 不敢说话 许应只好记起大钟 调动自己这些日子的所学所悟 将中壁上 球字道文摧动 逆转封印 将元器的球字道文解开 只是 元器身上还中了另一种先道符文 语字道文 这种符文许应理解不深 暂时无法解开 元器终于意识渐渐恢复 许应询问 姐 谁伤了你 元器惊恐地瞥了金屋金不宜一眼 金不宜蹲聚在扶桑树上 慈眉善目 你说吧 这里没有外人 他抬起左翅 在自己下巴上须须抹了一下 目光变得凶恶 元器唯唯诺诺 可能是我自己弄伤的 我还中了一道封印 好些事情记不起来了 金不宜露出赞许的目光 向他竖起一根鸟翅 仿佛是大拇指 元器从球字封印中解脱 可以调动自身的长生仙药治疗伤势 脑袋上的伤没有大碍 但那语字道文时不时爆发 让他的记忆突然消失 又突然出现 很是苦恼 好在大中也是半桶水 并未将语字的威力发挥到极致 否则元器只怕记忆已经被洗白 大中对元器好了许多 事事依着元器 不再像从前动不动就打 许印则忙着传授这些渔妇之民挪法 告诉他们该如何开启秘葬 炼化仙药 他的目的 是让这些崇拜金屋的人们 时不时的提供给金屋长生仙药 让金屋活得更久一些 又过几日 一个渔妇之民前来 外面来了个年轻人 说是许恩公的故人 名叫薛盈安 许印心中一正 薛盈安还活着 他连忙让人将薛盈安请来 不过多时 薛盈安便搭步走来 神采飞扬 远远便笑道 许印 我回到九龙山告诉世尊 我得到了仙道林甘 但师尊并没有杀我 你所有关于我师尊的猜测 都是错的 许印也不禁为他欢喜 看来是我错怪了李小可 一定要向他赔个不是 打中文言 精神振奋 一扫先前的阴霾 阿英 我就说我家主人光明磊落 不可能是邪恶之人 你还不信 许印向他连连赔不是 薛盈安哈哈大笑 兴奋莫名 我对师尊提到了你 师尊让我来寻你 说一定要请不老神仙 前往九龙山 韭菜岭做客 许印也早就想去一趟 韭菜岭 见一见大中的主人 当即欣然应允 他收拾东西准备启程 年迈的金屋 探下头来 少年 已经有数千年 没有人叫我的名字了 我忘记了自己叫什么 你进入过我的记忆 一定知道 我叫什么名字吧 徐印轻轻抬起手掌 抚摸他发白的羽毛 你叫金不宜 不宜不弃的 金不宜 金不宜 抬起头来很是欢喜 东张西望 向那些愚妇之民笑道 我有名字了 我叫金不宜 不宜不弃的 金不宜 他哈哈大笑 很是开心 徐印带着元七和大中 跟随着薛盈安离去 金不宜 哈哈笑个不停 脑海中 古老的记忆 渐渐泛起 他突然想起 少年的时候 也有一个声音 对自己说 我给你取个名字 今后你便叫金不宜 不宜不弃的金不宜 咱们永远也不会分开 他昏花老眼 望向徐印 仿佛回到了少年的时代 本期故事已经讲完了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 请给我们五星好评 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谢谢 第三百三十一集 萧造你大爷 云梦泽上 徐印回首远望 扶桑树如远处的山河 渐远渐小 他心中暗道 于父之名供奉他 不让他渐渐好起来 哎 盈安 你先我们一步 回到云梦泽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薛盈安将自己的经历 讲了一遍 那日时辰光芒爆发 离开太乙小玄天 返回于孟泽 郭崔等挪师世家 也有不少人回来 郭家的姑娘 还在这里等了几日 没能等到徐印 这才黯然离去 我也等了几日 想邀请你一起 前往九龙山 但你对我说了那些事 总让我迫不及待的 想回去验证一下 我等不及了 就回到九龙山 返回韭菜岭 他告诉李萧克 自己得到了仙道灵根 李萧克很是为他开心 让他说起这段时间的经历 告诉他 不老神仙曾是为师故人 薛盈安却坠坠不安 到了夜晚也不敢入睡 躺在床上瞪大眼睛 等待李萧克来杀自己 夺取灵根 然而这一夜 无事发生 下一夜 也是无事发生 连续十多天 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自那时起 薛盈安 这才放下 对李萧克的猜忌 前不久 李萧克告诉他 不老神仙未死 从太医小玄天归来 这几日 在云梦泽的扶桑树下 于是让薛盈安前去相邀 薛盈安才有此行 原亲文言向徐英说道 阿英 江太师传言诸天万界 让所有人必须交出 私藏的仙道灵根 否则毕竟天罚 甚至为此 灭绝了一个诸天事件啊 你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 让李萧克猜出 薛盈安在撒谎啊 徐英文言一正 李萧克知道薛盈安 是个善良的人 留下灵根 便会导致整个世界毁灭 他自然不会把灵根留下 哎 齐也 你脑子怎么好使了 袁齐也是医症 哎 是啊 我最近总是浑浑噩噩 时不时失忆 为何脑子 反而突然好使了 可能是因为 你从前读的书太多 占用了大脑的空间 你的脑子又不大 现在偶尔失忆一下 大脑空间反而变宽广了 于是就聪明了许多 袁齐醒悟过来冷笑 你说我脑人小是吧 姓中的 别忘了 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 你要对我负责 哎呦 我头好疼啊 哎呦 大中连忙上前照顾 心中却是亥然 这蠢蛇居然真的变聪明了 阿英啊 你快点把语字封印给他解了 这样齐爷就会变蠢一些 大众忧心忡忡 催促徐应 再解了 再解了 徐应也觉得事态紧迫 一边赶路一边研究 破译仙道符文 不过 他觉得现在的牛齐爷很好 虽然偶尔会失忆 但的确聪明了不少 因此不急于解开 语字封印 他在尝试着 破解封印自己的 囚字道文 根据从金部一记忆中 得到的那个金色仙道符文 他已经可以看到 被囚禁在道文中的 无数个字迹 一路上 他尝试着 一一将这些字迹解救出来 就像解救元妻一样 只是 被囚禁的自己数量 实在太多了 他不知道自己要破解 囚字道文多少次 才能将自己彻底释放 而在时程 白衣老翁北辰子 看着镇摩符文上 不断闪烁的囚字道文 不由的额头冷汗滚滚 难难说道 哎呀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那个道文 他虽然不知是什么意思 但是道文的光芒 在渐渐变得暗淡 说明封印的效果 在渐渐降低 待到道文的光芒 完全熄灭 便意味着封印被解开 这种情况 他从未遇到过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而且 他也不知道解开 这个道文封印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对他来说 都不是好事情 北辰子不禁忧心忡忡 神州土地去了天神殿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不知道他死去 结果如何 天神殿 神州土地武短身材 站在大殿中心的长桥之上 两侧便是无边深渊 无数尸骨在深渊中爬动 试图要攀爬到长桥上 那些尸骨不知自己已死 孔子挣扎 主持 我也是天神啊 好歹给我点颜面 神州土地仰头 大声说道 他抬头仰望 无数古老的树木森然挺立 高耸 广大 一座座天神石像 呈现出实质人身 正三角的脑袋 凶神恶煞 坐在树木上 一尊尊石像高达千人 目射神光 纷纷投射到神州土地的身上 诸神的意识 在这片浩瀚空间中震荡来取 像是天神们在窃窃私语 他说他是天神 与我们一样 他在持人说梦 他真的以为掌管一周之土地 便可比肩天道神凉 我们是天神 掌管诸天万界 他是地神 掌管一周之地 像他这样的神奇 每个世界都有好几个 落在地上的是鸡 不是鹰 噓 不要再说了 你看他的脸都死了 让他回去等流程吧 诸神的意识欢快地交流 切切四语声也越来越大 神州土地脸色胀得发紫 猛然大喝 够了 咱们自己人还要走流程吗 一个危言的声音从天穷上传下来 公事公办 自己人也不能例外 况且 神州土地 你越急了 你应该回到自己的土地庙 上表天道世界报备 然后再走流程 切切四语声消失 显然来人的地位非凡 神州土地怒发冲冠 喝道 那个徐英在自己尝试着破解镇魔符文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啊 意味着他要自己接自己的玉 他要自己配钥匙开牢狱的门 他要把自己的牢狱给拆了 那个危言的声音说道 万事以来 他不止一次尝试配钥匙 成功了吗 神州土地不必如此焦躁 焦躁你大爷 神州土地跳了起来 活帽三丈 我记得你们从前办事 不是这么拖拖拉拉的 我记得你们从前办事很快的 你们是不是怕担责任呢 啊 你们是不是担心自己的饭碗不保 兴许的解放杀上来 别说饭碗了 锅都给你们献了 骨灰都给你们养了 大家都别想保住饭碗 第三百三十二集 嘎泥韭菜 诸神大怒 天神殿突然陷入阴暗 一尊尊天神的面孔变得异常的猙獰 恐怖的天道气息镇压下来 神州土地闷哼一声 被诸神的气息镇压的趴在地上 动弹不得 他浑身啪啪作响 别说肉身 就算是神魂都要被压碎了 那个威严的声音说道 你们镇压了他 谁来干事 你们又不做实事 只有这一个做事的 诸神于是收敛气息 神州土地爬起来恭敬了许多 诸位上神 何否通融 那个威严的声音说 你先回你的庙宇 上表 神州土地再也忍不住怒气 大叫道 我说了多少次了 我庙被祖龙拆了 上表 你们赐下天道神器 你们咋理过吗 你们咋理过吗 啊 两年了 你们打理过我吗 那个威严的声音沉默片刻 应该是查阅卷宗 过了两久 徐徐开口 你的上表不合规格 被打回去重写了 神州土地气得发抖 声音也在发抖 我怎么没收到这个消息 发回你的庙宇里去了 我庙被祖龙拆了 那就没办法了 你为何不去其他部州的土地庙上表 其他部州土地庙上表 我不得首先开个证明 证明我是神州的土地啊 我去哪开这个证明啊 你先上表天道事件 我们为你开证明 我就是没有办法上表天道事件 才去借其他土地的土地庙上表啊 那声音沉默片刻 那就没办法了 你再想其他者 神州土地爆跳如雷 有什么时候我想办法 又不是我们急于办事 神州土地口吐白沫 仰面倒地 抽搐不已 有过片刻 那尊威严的天神说道 神州土地躺在地上 口中白沫一出 时不时的抽搐一下 那个威严的声音 自顾自地说 这个法子 便是让天神殿的天神 投影下戒 他叹了口气 我天神殿 不是要插手世俗 而是不得不插手了 神州土地一跃而起笑道 多谢上山成全 主神 主神目送他离开天神殿 过了片刻一个声音说 大人 咱们真的要过问此事吗 天道神器没有权力降伐 只有天神出手 那个威严的声音 那个威严的声音笑了 无权干预 无权干预 但这次或许是一次干预 陈氏的机会 主神沉默 但却有一股激荡的情绪 在天神殿中动荡 显然 即便是天神 也难以稳住道心 大人 这次干预陈氏 如果不成功 上头责罚下来 那威严的声音笑道 这不是有替罪羊吗 我们一口咬定 把锅扣在神州土地的脑袋上 他只有一张嘴 还能说得过我们 众口朔金 由不得他反驳 主神心悦成福 钦佩不已 神州土地回到石城 寻到北臣子 告知此事 北臣子沉吟片刻 道兄 天神投影在神像上 主动降临臣氏 固然是好 但这件事 未免闹得太大 倘若上头责罚下来 神州土地笑了 我们俩是小人物 天神下凡的那一刻 责任便已经不在咱们头上了 要罚 也是罚天神殿的头大 北臣子恍然大悟 连声称赞 我得到许应的消息 他前往九龙山了 神州土地精神大震 我们即刻前往九龙山 许应还在潜心 破除囚子道文 一路走来 他已经破除了 三十多式的肉身封印 他渐渐发现一件 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他每破去一处肉身封印 便察觉到自己的肉身 稳固一分 这十分奇特 求自道文封印肉身 北臣子等人会将他 每一世的肉身封印到 没有任何修炼历史的凡人水准 然后把他丢到凡人中去 这就意味着 他的每一世肉身成就 都会处在封印之中 并非被抹去 而今许应没解开一个封印 那一世的肉身成就 便会回归 虽然许应想要的是 记忆的回归 但肉身成就的回归 也算是聊胜于无了 我之前每一世的肉身成就 好像都不怎么搞 许应查看一番 这三十三世 他都仅仅是修炼太医导引功 将太医导引功 修炼到采气气大成而已 能强到哪里去 许应破解到第四十五世 遇到一个比较强大的自己 将肉身修炼到 与儿今的自己不相上下的程度 许应不禁好奇 前推四十五世 那时的我是什么人 肉身怎么会这么强 我多厉害 他竟然足以与我并驾齐去了 他解封这个肉身的时候 便发现那时的自己是一个大挪 修炼了一种降宫秘葬挪法 原来那时的我是一株韭菜 还未等被人收割 恐怕就被北辰子他们抹去记忆 封印起来 丢到哪个山嘎拉里去了 许应心想着 就在此时 薛盈安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 许兄 许兄 我师尊在那边 许应惊醒过来 急忙忘去 只见他们不知何时 来到九龙山的山中 九龙山巍峨壮阔 形如九龙香盘 龙首向内 共举一座仙山 那座九龙共举的山便是韭菜岭 山上的坡地 种植着绿油油的韭菜 掌势喜人 正有人在田间务农 手舞镰刀割着韭菜 许应张望疑惑道 盈安 哪位是你师尊 薛盈安指向田间正在割韭菜那人笑道 那就是我师尊 正说着 李小客直起腰身 他穿着老浓的衣裳 一手持镰刀 一手里拎着一把韭菜 满面笑容 向许应看来 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工人重逢 因此 小可先搁一些下韭菜 我老神仙 我还没有嘎够 要一起吗 第三百三十三集 一边嘎韭菜 一边说 许应眼睛一亮 好啊 我还没有中过韭菜 更别说割韭菜了 他笑着走上前去 李小客递过来一把镰刀 许应抄起镰刀 打量一番 这镰刀是普通的镰刀 与寻常老浓的镰刀并无区别 刀口内弯 颇为锋利 大中先是躲在许应的脑海里 后又焦躁不安的跑出来 但又不敢见李小客 又躲入元七的西夷之欲 被元七撵出来 大中硬着钟臂 磨磨蹭蹭的飞上前去 沉默了片刻 才哆哆嗦嗦嗦的唤了一声 主人 李小客打量两眼 这才认出他温和笑道 你是我炼制的镇魔钟 你是 他上下打量大中 似乎认出了他 又有些迟疑 大中联盟说道 我身上被打了其他符文 难怪主人认不出 我是小石山的那口铜钟 他很是期待 李小客恍然大悟爽朗笑道 原来是我放在小石山上的 那口铜钟啊 主人认出我来了 当然认出了 你是我炼制的异宝 我用你镇压一尊作乱的天神 这尊天神下界后 作恶多端 残害永州百姓 我好不容易将他请拿 却又杀不死他 于是将他镇压在小石山中 设下庙宇 将你挂在那里 这是他颇为自得的一战 自然记得很清楚 大中欣喜 主人还镇压了青碧妖女 那妖女作恶多端 残害忠良 也被主人与天神一起镇压了 李小客脸色微变 这件事吗 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许道友 他转过脸来 向许应笑道 来 我遇到有许久未见 正要好生落一落 咱们一边嘎酒菜 一边说 好啊 许应打量他 只见李小客 身材也颇为高大 衣着有汉式人的风范 喜欢身着黑衣红带 他的嘴角有些胡须 但修剪的很是整齐 八字撇 根根整齐 尽管是下地雾浓 但是他的衣裳整洁如新 没有半点褶皱和泥污 就算是行走在韭菜地里 也没有沾染上草绿色 他看似三十许岁 浑然看不出已经是三千多岁的老怪物 皮肤白嫩 保养得很好 他的指甲也修得很整齐 每片指甲都恰好贴合着纸肉 不多不少 他的眉毛也修剪的对称 左边眉毛的数量 与右边眉毛的数量绝对一致 虽然只是短暂的一撇 但许英却已经看得出来 李肖克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 追求绝对完美对称的人 对于李肖克来说 此刻的忠爷已经不是他心爱的法宝了 因为此刻的忠爷不再完美对称 而且忠爷身上有了其他人的烙印 这是让他难以忍受的事情 这种人许英见过 追求绝对的完美 便如神都裴家的家主裴杜一样 他看在眼中 记在心里 弯下腰与李肖克一起割韭菜 李肖克笑道 徐道友一定没有种过韭菜吧 愿问其想 种韭菜一定要选种 选的种子一定要好 要饱满 种好 生长前景才好 长出来的韭菜啊 才能生得高大多汁啊 多香味 啊 这种好韭菜种子 应该不多见吧 李肖克感慨 哎 所以啊 我们这些种地的四处找好种子找不到 就得先育种 从那些种过的割过的韭菜里挑选一些好的苗子 先不割 让它们长 开花结果 然后 然后我们便有好种子了 你与其满山遍野寻找好种子啊 不如自己育种 徐英若有所思 看了看薛盈安 薛盈安兴奋 徐兄 我师尊育种很厉害的 徐英点点头 看一下李肖克询问 育种之后呢 还要寻一块好地 这块地 要土地肥沃 水分充沛 还要有光照 才能生长得好 还要勤施肥 勤看护 免得被野兽糟蹋了 尤其是要提防猪 猪喜欢拱韭菜 你还没来得及收割 猪就把你辛苦栽培的韭菜拱啊 徐英若有所思 又看了看薛盈安 薛盈安眼睛明亮 徐兄 我觉得老师 虽然说的是种韭菜 其中却有很多 做人的大道理 徐英点点头 向李肖克说道 那么种韭菜之后呢 种韭菜之后 便是收割了 韭菜是多年生的植物 割过一次韭菜 你放在那里不去管它 它会自己生长 过个二十来天 又可以割一次 你要选择晴天割 不能阴天割 阴天割容易烂根 他弓下身子 教许英如何割韭菜 比如今天 便是晴天 韭菜今天很开心 长得很高 又嫩 适合下手割 你不要一次割完 你得留点根 留点念想给韭菜们 你留这么长 他手指在韭菜们的根部 比划一下 约有三只高 割到这个位置 韭菜们很疼 却又不至于疼死 不用担心他们 他们的生命力旺盛 要不了多久 便会自己治愈自己 然后长出新鸭 徐映若有所思 撇了撇薛盈安 李肖克教得很是认真 还有一个绝效 就是你的刀 你的刀 须得够锋利 挥刀须得够快 出刀须得够平 利 快 平 这样 你哥的韭菜 才不会高一茬低一茬 韭菜 才不会因此死掉 韭菜们虽然心有怨言 但因为咱们出刀够平 大家都被割得一般整齐 所以他们就不会埋怨我们 不公正了 李肖克哈哈笑道 许道又不愧是老神仙 一点极透 一物极透 这割韭菜 还有一刀手续 你记住 韭菜的伤口上撒些灰 草木会就可以 杀毒 硝烟 促进伤口愈合 韭菜们的伤口愈合了 就不疼了 他们啊 才会长得更好 第三百三十四集 韭菜赋 举应抬头打量四周的韭菜地感慨 难怪这里叫韭菜领 山不再高 有仙泽领 李道友居于此地 善于种韭菜割韭菜 以韭菜领命名 最好不过 哈哈哈哈 许道又若是以为韭菜的学问到这里 那就肤浅了 韭菜最好的地方 还在于吃 他将手中的镰刀交给薛盈安 走出韭菜地 命几个在田笼上的弟子过来 抱起割好的韭菜 送到山上交给伙房 李肖克伸手相请 请 许道友 吃韭菜的学问 它就高了 你首先要看好自己的甜 免得有些不长眼的 盯上你家的韭菜 替你割了韭菜 所以 一定要标记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首先得给韭菜地打上一个标记 告诉别人 这是自己的韭菜地 你们不能动 呵呵呵 若是别人来抢 首先好言好语相劝 劝不了了才能打 毕竟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擀好韭菜就可以吃辣 生吃脆辣 吃到红热里的时候 还在挣扎 味美多汁啊 它咽喉滚动 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了 熟着吃更妙 生吃 生吃偶尔吃一次过瘾就可以了 熟食是正道 首先推药 首先推药 李肖客说的是韭菜吗 倘若不爱这么吃 想得你睡不着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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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韭菜 他就把小客头顶 许昭菜 须应该眼角抖动 心想着 许自道文 还是不要接了 先放一放 他们来到山上 只见韭菜岭虽然名字有些俗气 但实则却是一座不凡的骑山 多奇松怪石 飞泉流浦 山市也很险峻 最为奇特的是 山间有一道横着的山梁 跨过一片峡谷 峡谷下方深不可测 峡谷的另一端 则隐藏在浓浓的雾气中 李肖客走在前方 穿过雾气 身形消失 徐映也跟着走过去 穿过这片雾气 只觉仿佛穿过了厚厚的空间平衡 不由得心中微动 带他走出雾气 迎面便见斜阳挂在天空 这是另一个世界 当年李肖客那一批炼气是天人感应 与来自深渊的另一个世界的神秘强大的存在 建立感应 那些神秘强大的存在 传授给他们更高深的交感法门 结果 那时的炼气是与挪术结合 开发出的天人感应 引得天空扭曲 大地撕裂 让天地坠入了大圆 那些神秘强大的存在 不同于天界的天神 人们称之为异神 徐英停下脚步望向这片不同的天地 只见另一半韭菜岭是从天空中插出 斜斜垂下距离异界的地面还有十多里地 他看向远处 远处的天空还有山巒湖泊 甚至海洋出现在异界残破的天空中 那天空不是蓝色而是泛着乌血一样的红黑色 桌里的空气也十分污浊 空气中弥漫着硫磺的臭味 呼吸起来会让人感觉咽喉一阵不适 桌里的天地灵气似乎极为稀薄 徐英感应几乎感应不到任何天地灵气 甚至连那颗夕阳也没有多少太阳之精 韭菜岭所在的世界似乎完全不适合修炼 难道当年那些封印天地的炼气室 也是别人的韭菜 第三百三十五集 双中之战 徐英刚想到这里 忽然只见背后有光芒照来 她回头看去 只见另一颗太阳从她身后冉冉升起 刚才那颗太阳的阳光中没有太阳之精 这颗太阳蕴藏太阳之精 变太浓烈了 灵气逼人 现前还半死不活的植物 此刻便在疯狂生长 山间的那些小动物 此刻也在拼命进食 李肖克的弟子们也在此时出门 迎着这颗太阳修炼 她弟子居然不少 有两三百人 徐英看到众人记起一枚枚金丹 浮在空中 金光灿灿 金丹炼得极为纯粹 每个人的修为都不弱 还有些弟子在施展剑法神通 更是精妙 徐英跟着李肖克向前走去 便见有不少弟子隔山相望 相距数十里 控制飞剑交锋 剑法灵力极为不凡 徐英驻足看了片刻 从他们的剑法中参舞出一朝半世 心中暗赞 李肖克的确是大宗师 他的剑术已经入道 登峰造极 这时 峡谷中有人练习剑招 化作一道粗大如龙的剑气 沿着峡谷飞行而来 声势害人 那剑气长龙 是由不计其数的剑气组成 缠绕在御剑者的身体左右 比那日薛盈安施展的剑气柱 还要精妙一些 此人的剑气长龙 如真龙一般可以在空中转向 复杂多变 不向薛盈安的剑术直来直去 剑气长龙贴着峡谷飞掠而过 旋转着向上飞起 突然断在空中 形成一朵剑气云彩 站在剑云上的是个黄长少女 叱咤一声 便剑从云中射出三道粗大剑光 在空中穿梭来去 三道剑光交叉 剑来剑去凶恶无比 好剑术啊 许应驻足 由衷赞叹 李肖客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许道友啊 这边请 许应跟上他 带来到韭菜岭逍遥店 只见山顶一口金色大钟 光芒万道 比这个世界的太阳还要夺目 这口中通体金色 璀璨得让人难以知识 想来就是逍遥中 许应立刻觉察到 大钟犯出仇事的情绪 当即咳嗽一声 李道友 你当年炼中镇压天魔 锁链的法宝 是否有主刺之分 李肖客肃然 我对所有法宝一视同仁 岂会分出主刺 我炼制的所有法宝 在我心中都是唯一 大钟感动莫名 元气嘀咕道 韭菜 逍遥店 火房已经准备好了韭菜宴 烤的蒸的煮的炒的 各种做法的韭菜 满满一席 就是味儿有点冲 李肖客请许应至习 肃然说道 这是我们九龙山 最高的待客鬼客 还望徐道友 不要掀起笔山的粗陋 岂敢 许应落座 大钟见状 悄悄飞了出去 来到店顶 只见那口金钟 悬在大殿上空 不急不徐的旋转 从这口金钟的表面 浮现出许多深沉的烙印 日月山川万物万类 被简化为简单的图案 虽然图案质简 但伴随着金钟的激发 这些图案化作光芒 向四周映照 便可以看到日月山川 河流湖泊 鸟兽虫鱼等等异象 从中笔飞出 它们活灵活险宛如真实 烙印在九龙山四周的天地间 让这里形成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屏障 保护着九龙山 大中看在眼里 只觉自己身上的烙印顿时黯然失色 它固然可以绽放出不凡的光壁 形成中外之中 但那是拼命时才能施展出的绝学 而逍遥中却是每转动一周 便让万物万类的烙印爆发一次 持续不断守护九龙山 举重若清 从容得很 仅从这一点来说 他便败了 你是逍遥中 大中向那金钟乐乐说道 我也是主人炼制的法宝 咱们是哥俩 你伴随主人身边 我留在小石山镇魔 咱俩干的活 对主人同样重要 并无贵贱之分 逍遥中不疾不虚地转动 并不理睬他 主人把你练得真好看 金色的 原本我刚被练成的时候 也是金色的 我知道 逍遥中的神识波动 终于懒洋洋地理睬了他一句 理到有练成你的时候 我便在旁边 那时你很光鲜 不过你那时并非金色 你的颜色是黄铜色 大中呆了呆 勉强笑道 黄铜色比金色 仅仅是颜色差了一点 区别并不大 差距大多了 逍遥中肃然 你我的差距 便是金与铜的差距 李道友练至你时 不过是寻些黄铜练至成钟 把我的烙印 复制一份打入你的体内 但李道友练至我的时候 却是寻天下一宝 采南山金经 炼泰山之经 采天外一石之金石 盗取鲜火 夜以继日的淬炼 四十九年炼成 然后他又将我置入 他的西夷之狱 放在京域玄关之中 借自己修成的天地大道 反复烙印 百年封城 大中文言心中酸楚 我也一样 主人说了 他心中法宝没有贵贱之分 你不一样 李道友为了练我 前后用了一百五十年 这一百五十年间 他修为不尽反退 但是他练至你 仅仅用了三四天的时间 没费什么功夫 还有 逍遥中语气傲然 不要说什么法宝 没有贵贱之分 这话说出去 你自己信吗 有些法宝 出事就是含着金汤匙的 而有些法宝 出事就犯着低等的铜锈 你真的以为 咱们做的活相同 大中动怒 有什么不一样 你在这里风吹雨打 我在小石山还有个凉亭 你的际遇还不如我 小中鄙夷的看着他 李道友的确对待所有法宝 一视同仁 但那是对待法宝 而我不同啊 我是他的道友 不是他的法宝 法宝可以用坏了就扔 而道友 却是伴随终生 他语气带着怜悯悠悠说道 他之所以与我 以道友相称 是因为他在壮大 我也在壮大 我将随他一起飞升 进入仙界 成为他护道仙器 你 黄铜炼制的法宝 铜里面还有很多杂志 你配与李道友一起飞升吗 大中结结巴巴 我为主人质磨三千年 你为主人做过什么 你是法宝 我是道友 我不需要为李道友做什么 李道友甚至为我做了很多事 更何况 我守护着九龙山 保护李道友的基业 论功劳 你也远不及我 大中怒不可遏 你一个厌品嚣张什么 有能耐 咱们比划一下 逍遥中冷笑 你这是自寻死路 第三百三十六集 谁才是高仿 逍遥店内 徐映与李肖客举杯 李肖客笑道 你我有三千年未曾见面了 三千年后 没想到我们还能重聚 三千年未见 你还如当年一般 容貌一点没变 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徐映仰头 引进杯中酒 辣酒入喉 火热无比 咳嗽一声 我看李道友也没老 想来助言有数 我自幼学习神仙之术 但事到头来 却被人告知 神仙之术不能长生 于是啊 心灰意滥 躲起来收几个徒弟 勉强度日 徐道友看我不老 其实我这句身躯 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 他唏嘘不已 徐映也看不出 他是真是假 李道友 徐福是否来寻过阁下 徐映开门见山 询问 他说了什么 让阁下改变主意 再度出山 李肖客夹起韭菜鸡胆 他只做了一件事 他站在方丈仙山上 让我尽管施展出最强手段 与他对决 徐映扬了扬眉 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李肖客放下筷子 脸色黯然 三千年前 我号称 中箭双绝 凭着一箭一箭 虽不说打遍天下 无敌手 但也喊逢能与我 并驾齐驱的人物 但是这一战 我败了 徐映心头一跳 李肖客感慨 我三千年折服 自以为这三千年间 修为突飞猛进 一次又一次 幻想着可以渡过天界 飞身仙界 成为逍遥自在 没有任何枷锁的仙 但这一战 让我猛然惊醒 这条看似正确的道路 未必正确 李道友动用了六密 也未能战胜徐服 李肖客惊讶 疑惑地看着徐映 许道友何出此言 人体六密只是小数 不过是练气不成 无奈而走的邪路 我堂堂振振的练气室 岂会修炼六密 盈安 你来告诉徐道友 我平日里 是如何评价六密的 薛盈安正色开口 师尊一直教导我们 人体六密 乃弯门邪道 速成之法 修之便断了成仙之路 徐映将一盘 韭菜粉丝饺子 送到薛盈安面前 盈安 你和七爷端着这个 去找忠爷 他也吃这个 薛盈安连忙端起饺子 与元七一一起走出逍遥店 这时才突然醒悟过来 等一下 忠爷不是一口忠吗 忠怎么吃饺子 点钟 徐映牧师李肖客 四笑非笑 李道友 三千年来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我们见过一次面 最近的一次 输在两年半之前 而且 你也并非与徐福 只交手一次 李肖客脸上挂着笑容 何出此言 一个人养成的举止习惯 很难改变 离山大墓中 你的衣着 发饰和胡须 也是如此一丝不苟 没有半点杂乱 你带着我们去寻找九鼎 还记得吧 李肖客 吴了一声 惊讶道 啊 竟有此事啊 你那时 藏身在 原无忌的体内 你先与徐福 站过一场 你看出 他毅力在 仙山之上 试图将他 打出仙山 你是怎么看出 他毅力在 仙山之上的 李肖客 身子前倾 我是怎么看出来的 因为四年前 徐福曾经找过你 那一战中 他将你击败 四年来 你痛定思痛 终于寻出 他的弱点 就是双脚 不能离开仙山 所以在 离山大墓中 你才出手 试图将他 打出仙山 我并不觉得 一个刚见面的人 就能看出 徐福的弱点 若是四年前 便有过交锋 那就合理多了 李肖客目光闪动 作为练气室 吃一切掌一掷 吃过一次亏 下一次 便不会吃同样的亏 徐福若是 有这样的弱点 便必然会被人针对 你作为原无忌 对九鼎 寄予已久 你进入 离山大墓的目的 就是为了得到九鼎 但是要瞒过 原无忌的妻子 那就太困难了 所以 元老太君 必须要死 唉 既然是夫妻 那么一些微小的习惯 肯定是熟悉的 就算吃掉 原无忌的那个人 吸收了原无忌体内 所有的神职仙药 得到了原无忌的 一切记忆 也不可能模仿得 一模一样 夫妻之间 实在太敏感了 你被揭破之后 谁是传音 试图把我们诱出 许道友 咱们是故人 你这样怀疑我 太让我伤心了 你又没有证据 岂可平白污蔑 根据一点生活习惯 而下定论 没有证据的事 不要多说 许应看着他 手中的筷子 若无意的将一个 韭菜饺子加成两半 让韭菜馅 散在盘子里 我若是有呢 李小可看着 散落的韭菜馅 心里很不舒服 放下筷子 许应又把一个 韭菜饺子加成两半 馅拨得哪都是 像你这样 心思缜密的人 肯定不会留下马脚 但是 徐福就是你的马脚 李小可眼角抖动 不要夹了 许应又加碎 一个韭菜饺子 除了徐福之外 你还有其他马脚 比如说那些 被你吃掉的挪先 他们的皮囊有剑痕 李小可皱眉声音 渐渐增大 我说不要夹了 许应又夹碎一个饺子 你号称中剑双绝 但你的剑太特殊了 留下了那些剑痕 很容易被熟悉的人认出 比如我就认识一个熟悉你的人 清碧仙子 李小可先前的从容不破消失 盯着那些被他剥开的韭菜饺子 额头青筋 站起 轰的一声 逍遥店四分五裂 钟声传来 大钟与逍遥钟 当的一声撞在一起 各自威能爆发 两口大钟在空中尽情 爆发威能 荡荡对打 十二钟声大作 十二相互碰撞 杀得天昏地暗 大钟被打得遍体鳞伤 钟爷今天镇压了你 只要你知道谁才是高仿 第三百三十七集 破钟爷有今日 李小可恶然 羊头观看这一战 对他脸说 大钟连高仿都算不上 与金钟相比 除了都是钟的形态外 并无多少相似 他当时急于镇压对手 因此就地取材 寻邪黄童 也未曾来得及提炼 便直接用来炼制大钟 他自己除了炼制大钟的形态之外 烙印时也并未花费多少心思 到头来 他甚至让逍遥中直接爆发自身的符文烙印 印在新链的铜钟中壁上 如此反复再三 这样炼制的钟 能觉醒灵智 也是艺术 但竟然有脸面说 逍遥中是高仿 未免太无耻了些 他对大钟本来就不是很喜欢 他本人追求对称 就算是杀白衣挪先陈棉竹那一战 他的那一剑也是披在水口庙的钟线上 陈棉竹死时 也是从背后的钟线细细踩开 人皮被切开的地方左右对称 其他死在他手中的挪先 包括袁无忌也多是如此 哪怕他随手炼制的大钟 其烙印也是左右对称 有着独特的美感 但是现在这口钟上有其他人的烙印不说 这八个烙印还不对称 着实让他不舒服 砰的一声 远处一座山头炸开 那是大钟被逍遥中打歪了身子 原本轰向逍遥中的攻击 打向那座山头 逍遥中不愧是李肖克精炼的法宝 被称作道友的宝物 威力展开比大钟强大不说 甚至还可以自主激发各种不同的烙印 组合成不同的神通 将大钟打得左之右处 完全无法还手 他们两个 一个如金灿灿的神人 一个便像是重庄稼的泥腿子 被摁着打 元奇看在眼里心中大爽 呀 破钟也有今日啊 旋即 打折又勃然大怒 等等 那股金钟也配打钟爷 钟爷只配败在我的手里 跪地叫我错了 逍遥中散发滔天之威 中壁上万物万类的图案 宛如世间万物的真实在线 日月星辰 山川江河 鸟兽虫鱼 各种大道之巷 变得越发真实 他的四周 日月轮转 山河浮现 长江奔流 神鸟一擒围绕着他振翅纷飞 龙虎麒麟等等异兽 环绕他挤走 他的威力也越来越强 无论是元奇还是许应 从前都曾见过 大钟权力爆发时的情形 但大钟爆发的道向 并没有如此清晰 如此真实 威力也没有如此强大 逍遥中是李肖克炼制 用来度过天节 伴随着自己 飞升仙界的重宝 自然与大钟这种 毛毛躁躁炼制的宝物不同 他被大钟说成高仿 不禁动了真怒 打算给这口不知天高地厚的 从中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就在他威能完全爆发的一瞬间 突然大钟的钟臂上一道一种烙印亮起 这烙印的威力被大钟无意中激发 短时天地变色 啥时间 仙道之音震荡不绝 一道道仙光从天而降 直接击溃逍遥中万物万类的道向 那道仙光几乎是毫无阻碍 打在逍遥中上 逍遥中被打的一个亮枪 成片成片的道向 随之纷纷暗淡 这口金钟又惊又怒 刚才他一直压着大钟打 无论是正面碰撞还是道向神通的较量 抑或是威力的冲撞 他都远胜大钟 这口通中 论材质 论烙印 论威力 论强度 论速度 论应变 都远不如他 没想到 现在他居然被大钟击中了一下 我原本只打算教训教训你 没想到你蹬鼻子上脸 逍遥中勃然 正欲尽情催动威力将大钟打碎 突然只觉刚才被击中的地方一片目燃 他的烙印 他的身体竟然像是消失了一大块 大钟冲来 又是当的一声爆发 又是仙光迸发 击中金钟 打在逍遥中的钟壁上 逍遥中被打得连番带滚 向后飞去 砸在一座山头上 激起一片尘埃和碎石 他惶恐不安 刚才被那大钟光芒击中的地方 竟像是完全消失了 他的万物万类道相 原本连为一体 现在突然消失了两大块 万物万类不再完整 不仅让他威力大损 神通道相的变化也大不如从前 大钟得理不饶人 不断向逍遥中轰去 将这口金钟打得毫无抵抗之力 很快 金钟表面变坑坑坑坑 他身上的道相烙印也相继消失 被大钟封印 先前大钟的钟壁上 被激发的一种烙印 正是应爷状态下徐应在他身上刻下的八个封印符文之一 封字道文 大钟也是无意中激发封字道文 自己并不知道这枚仙道符文该如何用 但是逍遥中被封印了道相 实力不如他 他自然要痛打一顿 以报刚才的哲乳之仇 九龙山上下 弟子数百人进阶看得呆了 李肖克的弟子 基本上都是听李肖克和金钟汉剑的故事长大的 逍遥中在这些弟子的眼中 早已是无敌的神话 没想到 此刻九龙山无敌的象征 居然会被一口名不见经传的铜钟 打得落花流水 薛盈安看得目瞪口呆 难道真如钟爷所说 他才是老师用心炼制的法宝 逍遥中只是老师思念他 炼制的替代品 李肖克也不禁微微皱眉 看了看徐应又望向大同钟 这口钟上的烙印 莫非是许道友的手笔 徐应微微一笑 背负双手悠然说道 朔留下的 李道友看还使得吗 李肖克笑道 当然使得 不老神仙当年便瘸鸠鸠天人 我一向佩服 他突然沉声说道 住手 他此言一出 打中自然连忙住手 但是逍遥中被他打得千疮百孔 又有许多道相湮灭 再也感应不到 不禁恶向胆边声 镜子扑来 他自从诞生以来 还从未吃过这么大的亏 现在当然要报复回来 眼看大钟便要被他撞扁 突然一只手掌拍来 当的一声 打在他的钟臂上 将他打得横一飞出 砸在山坳中 小瑶中晃晃悠悠飞起 心中一片迷茫 刚才将他打飞的 正是李肖克的原神 可是李肖克为何会对自己出手呢 他大惑不解 自己明明是他挚爱的法宝 他明明称呼自己为道友的 他明明说好的 要一起飞升 不抛弃 不放弃的 怎么突然就打了自己一巴掌呢 第三百三十八集 灭心中神 李肖克面色肃然 声音中带着怒气 拂袖道 逍遥道友 我已经让你们住手 童中已经停手 你为何还要出手掌打 若非我在这里 便被你酿出大祸 他纷纷难平 你竟是我炼制的法宝 宝品差到这等程度 我修与你为伍 逍遥中心中一片悲凉 晃晃悠悠的漂浮在空中 李肖克向大钟走去 轻轻抚摸钟臂 道友 这些年 让你镇压魔头风吹日晒 苦了你了 可怜 你力功极大 却不鞠躬自傲 来到我身边 却被逍遥中误解 你受委屈了 大钟只觉着 三千年来的辛苦和委屈 在这一刻通通直了 李肖克轻轻记起大钟 大钟悬浮在他头顶 大笑皆如他意 李肖克看向许应 露出笑容 大步走来 感谢许道友助我一臂之力 在同中道友身上 添加了这八道烙印 许应扬了扬眉 他不叫同中 他叫中野 大钟结结巴巴的 阿英啊 快别这么说 他是我家主人 创造了我 岂可叫我中野 主人无论叫我什么都可以 李肖克正色 你岂可如此自亲自贱 你是我的道友 该有所尊敬 今后 你便叫我萧克 我叫你中野 以我不离不弃 将来 共同飞升仙界 大钟迟疑一下 想起徐应 元其张口 把薛盈安手中的 韭菜粉丝馅的饺子 连同盘子一起 吞入腹中 谁说韭菜便一定是人形 大钟嫩嫩 七爷说笑了 韭菜当然是一种植物 怎么会是人形啊 阿英 七爷 我的目的本来就是 完成阵魔的任务 回归主人身边 而今既然寻到了主人 那么今后我自然要追随主人 不能再陪你们东奔西走了 元其还得再说 徐应抬手拦住他 七爷 钟爷跟着我们的目的是 为了疗伤 他用我们的气血疗伤 也帮我们度过一场场劫难 他其实早就养好了伤 早就可以离开我们 只是不放心我们的安危 才一直留在我们身边 保护我们 现在他回归主人身边 我们应该为他高兴才是 元其沉默片刻 大脑袋扭到一边 低声说道 我只是不舍得分别而已 大中沉默不语 李小可哈哈笑着 哈哈哈哈 今日是我们固有重逢 大喜的日子 岂可亲意说分别 许道友也不要着急走 在我韭菜岭多住几日 大中殷切地开口 阿英 七爷 你们多住几日 嗯 那就偷扰了 李小可让薛盈安 带着许英安排住所 哈哈哈哈 许道友 我与钟爷三千年未见 有许多话要说 而且还要帮钟爷 重练一番 加身烙印 这几日 恐怕不能招待 道友尽管去忙 薛盈安带着许英 来到九龙山韭菜岭的名乡小柱住下 这里是款待贵客的地方 刚刚落脚 元气便忍不住怒道 李小可把我们当成了韭菜 钟爷身上的仙道符文 是应爷刻的 他竟然觉得厉害 便把钟爷连红带片抢了去 薛盈安大怒 正要说话 许英摇头 七爷不可这么说 他毕竟是钟爷的主人 钟爷回到主人身边 是理所当然 无可厚非 薛盈安连忙点头 是这样 七爷不要污蔑我师尊 元气还未说话 突然外边传来一声冷笑 污蔑 盈安 你说的未免太轻了 薛盈安恶然 寻生看去 只见遍体鳞伤的 萧遥钟从外边飘来 这口金钟 破破烂烂 钟壁上的道像烙印 幻名幻灭 明灭不定 伤势极重 萧遥钟神识波动 传到他们耳中 黑黑笑道 你当李小可是好人 他有了新欢 便抛弃了我 他不忍 就休怪我不义 当年萧石山镇压天神 他为何连青碧仙子也一起镇压了 你们倒为何 当年青碧仙子乃是绝世家人 貌美赛过天仙 追求他的男人 能从九一山排到长安 李小可追求他 追求了很久 始终没有追到手 后来 他听说青碧仙子 却镇压一尊作乱的天神 于是就带着我跑了过去 死皮烂脸的跟着青碧仙子 他们合力镇压了那尊天神 就镇压在小石山中 薛银安石声开口 萧瑶前辈 这与你之前告诉我的故事不同 萧瑶中咳嗽当当作响 哼 为了维护他的形象 当然不能告诉你们真相 真相比你们猜想的还要无耻 李小可与青碧仙子镇压了天神之后 继续向青碧仙子求爱 被他再次拒绝 于是李小可恶向胆边生 翻脸就将青碧仙子重伤 打入小石山的井中 薛银安耳畔嗡嗡作响 脑中一片空白 呆呆出神 这不可能 你骗我 青碧一定是个女魔头 逍遥中哼了一声 哼 我亲自镇压了青碧 岂能有假 李小可镇压了青碧之后 就翻手向青碧身上泼脏水 污蔑他是个烂裤裆 用美色勾引天神 作乱维护人间 把青碧好一顿吗 前不久 青碧仙子脱困 四处寻他下落 要报当年之仇 你看他可敢露面 可敢与青碧对峙 薛银安脑中轰然 只觉心目中一尊无上的神奇 突然崩塌 有一种理念崩坏的感觉 小小中叫道 他抛弃了我 便休要怪我 我实话告诉你们 他不但吃人 还意图吃掉你们 你们身上都有原道精脆 这种原道精脆 散发出阵阵异乡 根本瞒不过其他人 莹安 你在他面前撒的那点谎 也配叫撒谎 我呸 只想闻一闻你身上的味道 便知道你有没有原道精脆了 他之所以不吃你 是嫌少 他的目的是让你把许应 请过来一起吃 第三百三十九集 一丘之鹤 薛盈安浑浑噩噩 许应跟他说过数次 他的师尊李肖克 可能人面受心 很有可能利用他 去太医小玄天 采仙道林根 许应还告诉他 李肖克很有可能 是吃人为生的钓鱼佬 利用仙道林根 来炼化仙药 但他一直不信 甚至不惜与许应翻脸 但这次 逍遥中亲口所说 不由他不信 师尊为什么要原道精脆 他内心还在挣扎 问道 因为他积累了很多的仙药 但靠正法炼化 不知道要炼到猴年马月 所以 用原道精脆炼化仙药 是最简便的途径 他炼了很多的人形大药 人形大药 对啊 人形大药 他是炼气室 发现挪法时 已经是飞升气了 那时 他的人体六密中 尼丸弓变成浩瀚的混沌海 无法开辟 将功也重斥鲜火 厚重难开 至于其他密葬 更无开辟可能 他的先路已经断绝了 唯一能弥补的办法 就是炼人形大药 只有服用人形大药 才可补全六密 提升实力 有飞升的可能 薛盈安听得心惊肉跳 心中又十分酸楚 师尊说六密是外门邪道 从来不转我们 他对六密支支以鼻 传给你们六密 你们弃挪兼修 那么你们修炼到飞升气 他岂不是打不过你们了 别说飞升气了 第三次扣关气 他都未必是你们的对手 他岂会给自己 培养一批竞争对手 别做梦了 我觉得李肖克培育弟子的目的 其实是向外界宣称 他是正统的炼气势 从不修炼挪法 从此摆脱自己 吃人形大药的嫌疑 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他在人前都很光为正的 很爱惜自己的名声 小小前辈 你还未说清楚 何为人形大药 人形大药 就是六密大药 不过 这大药的种子 是种在人体中的 首先需要选种 育种 选择一个资质物性 极佳的年轻人 少年最好 无论男女 在这个少年的必经之地上 布置下动天福地 或者动府之类的 让他无意中发现 动天福地或者动府 得到自己所传的秘籍 许应不自觉想起周祁云的遭遇 当年周祁云便是在 吴望山秦岩洞倪丸宫 无意中得到古老的诺法传承 甚至 还会备上灵丹妙药 帮着少年打通一些玄关 助他修炼 少年嘛 得到古先所传的秘籍 参悟修炼法门 又得到各种的神通道法 还不感恩戴德 其会其怀疑之心 这 就叫选种 狱种 薛盈安脑袋嗡嗡作响 这让他想起韭菜地种 李肖克见到许应时的对话 二者之间似乎有某种呼应 元其好奇 选韭菜的育种 选种肖耀中不知为何 看到这条大蛇便很来气 但他还是忍住 没错 选韭菜的育种 选种育种后 还要选一个好地方栽培 李肖克选的地方便不好 他第一次选种 选在零零 结果已经有不少人在那里育种了 零零是个好地方啊 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共遵九仪 九仪为万山之王 埋葬着大地 自然会引来不少老家伙的际遇 好在他也插了一脚 南巾国的国王陈敏竹便是他精心选种 培育出的人形大药 不过他意识到选种种植大药实在太慢了 于是他走了育种路线 徐映心中微动 育种路线便是原家了 对不对 不愧是不老神仙 果然聪慧 薛盈安听不太懂一脸茫然 他遇的种便是栽培六个古老的世家 神都元家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还有其他五大世家 在挪法中留下陷阱 把挪法伪装成古老的心法传承 传给一个资质好的年轻人 通过某些暗箱操作 让这个年轻人发展出一个世家 将有陷阱的挪法传给下一代 代代流传 这个世家中人修炼的挪仙境界 因为无法炼化体内仙药 无从严寿 所以只能引颈前化 只要挪仙进入引颈前化地 便可以收割大药了 薛盈安听得毛骨悚然 徐映和元妻虽然早已知道 上古炼器是收割人形大药的操作方式 但听逍遥中描述一遍 仍然不寒而栗 世家的老祖宗进入引颈前化地 后人寻来发现老祖宗只剩一张人皮 往往就是被割了大药了 如果这种事传出去 那岂不是坏了生意 所以就需要有雨化飞升 兵解飞升等等传说了 说他们假死 雨化飞升了 兵解飞升了 后人便不会怀疑 继续修炼有陷阱的挪法 如此一来 便可以一代又一代地收割挪仙 这种操作叫做割韭菜 诶 若是被人发现了呢 若是有人发现挪法中存在陷阱 告知大众 大家都知道里面有陷阱 修炼后会被吃掉呢 知道了后你便不修炼了 大家都修炼 你不修炼 你连做韭菜的资格都没有 直接就被其他人灭掉了 元妻瞠目结舌 这就是割韭菜的高明之处 也就是所谓的力快平 割的时候一定要锋利 一定要速度快 一定要平等 被割的韭菜才不会疼 才不会觉得不公平 他们该修炼还是会修炼 韭菜才能源源不断 薛盈安恍然大悟 对照韭菜地理 李肖克的那一番韭菜复言论 他顿时明白那番话中的人生哲理 并非他想象的那样 而是充满了血腥与邪恶 李肖克当时谈到育种 选地 又谈到何时割韭菜 如何割韭菜 韭菜的心情培养 韭菜伤口的愈合 他当时觉得大有深意 只是没有想到 是这种深意 你们也是韭菜 你知道你们师兄弟 这么多人 为何始终没人修成元神吗 老实说这方天地 灵气不足 元气极微 不足以让我们修炼元神 只有回到元寿世界 才能修炼元神 而且是否能修成元神 也看个人资质 他只是把你们 当成容器而已 你知道你大师兄 是怎么死的吗 薛盈安想起来 自己从前有一位大师兄 天资绝代 聪慧过人 后来外出游历 不幸过世 师尊说他在外游历时 遇到了天魔 被天魔吞噬 薛盈安小声说道 信心不是那么足了 你们修炼的功法 都是他悉心挑选的功法 你们也是他 悉心挑选的人 他的目的 其实是把你们塑造成 他想要的形状 如此一来 方便夺赦 徐盈与元七对视一眼 想到朱潺潺的经历 元七说 潺潺老祖 六密不曾完全开启 因此不敢修成元神 嗯 李乔科的弟子 无人修成元神 应该是修成元神后 无人能打开人体六密 所以 李乔科要限制这些 容器的修为境界 你大师兄的死 就是他想试验一下 多舍是否能成功 那次试验很完美 但是他那时还不需要多舍 因此 只好抛弃你大师兄的肉身 回归曲窍 薛盈安只觉得天旋地转 身形亮腔 颓然 坐在地上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择日飞升 由头驼渊和一大群 培音小伙伴联合制作 大家都说 这本书听不懂 听不懂就硬听 硬听还不懂 就再听一遍 谢谢 第三百四十集 吃一欠 掌一掷 元七询问 小瑶前辈 那么吃韭菜呢 他突然想到 当时李萧克向许应 着重阐述了 韭菜的各种吃法 首先就是生吃 然后是烤韭菜 肉炒 青炒 蛋炒 以及韭菜粉丝等各种吃法 小瑶中冷笑 你不会想知道这些吃法的 太残忍了 连我都看不过去 薛瑶安沉默良久 小瑶前辈却一直帮他饮吗 甚至帮他割韭菜 小瑶中沉默片刻 我也是为了飞升啊 他只有收割人形大药 得到六蜜 炼化六种仙药 才能续命 才能提升实力 才可以对抗超级天洁 而飞升 到那时 鸽酒菜这种小事情算得了什么 你高高在上光芒万丈 谁还记得这种事情 薛瑶安颓然六身无主 小瑶中傲然 三千年来 他已经收割了足够的六蜜仙药 移植了不知多少六蜜冬天 他若非背叛了我 另有新欢 我也不会拆穿他 但既然他不仁 我也不易 他真爱自己的名声 我偏偏就毁了他 他来到徐映面前 你们体内拥有原道精粹 可以助他炼化六蜜仙药 我若要报复他 便让他的图谋 极非弹打 就在这时 只听外面传来一声 悠悠的叹息 逍遥 你把我要做的事情 都说了出来 让我很难办哪 这个声音 正是李萧克的声音 逍遥中不由地 打了个哆嗦 很难办 那就别办了 你做厨艺 休怪我做十五 今日 我便打翻你这天地 将你的座位 统统捅出去 薛英安起身 来到徐映身边 袁七也提起精神 悄声说道 阿英 有办法逃出去没 徐映面色凝重 这一战 就算逍遥中反水 他们获胜的几率 也是微乎其微 李萧克实在是太强大了 而逍遥中却被大中重伤 不可能是李萧克的对手 李萧克从外面走来 进入冥乡小住 目光从薛英安脸上扫过 又落在徐映脸上 微微浅身 徐道友 我自家的丑事 令道友见笑了 徐映还礼 道友的作为 我早有耳闻 倒不是如何惊讶 李萧克目光 落在逍遥中身上 情真一切 逍遥 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 我打你那一掌 还不是为了你好 你被内口中镇压封印 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但是 我又不知该如何破解那等奇怪的符文烙印 才委屈了你 没想到 你竟然因此埋怨了我 小住露了 你偏袒那个剑中 你还说我偷袭他 没有薄品 我也是急于维护你 你想 我若是不稳住那口剑中 岂能弄明白 他身上的仙道符文 逍遥 你我才是真正的一对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喜欢他吧 他是同的 他连身上的符文都不对称 逍遥中语气没有那么激烈 乐乐说道 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误会你 徐映目瞪口呆 元气连忙开口 哎 萧萧前辈 咱们才是一伙的 你忘记了 他背叛了你 李萧克语气温柔 咱们是要一起飞升的 互不抛弃的 我弄明白他身上的仙道符文 便会抄露到你身上去 还不是为了你好 逍遥中突然威力爆发 将身后的徐映 元气和薛盈安一起镇压 道友 那么他们三个怎么处置 徐映三人又惊又怒 元气仰起头怒道 真是有七主必有七宝 李萧克 逍遥中 你们两个不要脸的 要杀要剐 西层尊便 不过 你把忠爷交出来 忠爷 忠爷 李萧克 记起同钟悠悠开口 我从前 炼制此中 并无多少烙印 而今 重新打上我的烙印 总算将他完全掌控 你以为 他现在还能摆脱 我的手掌心吗 他摊开手掌 大众飘浮在他掌心上 试图摆脱他的控制 却动弹不得 薛盈安勃然大怒 仰头喝道 李萧克 你的真面目 必将为师门兄弟称传 李萧克 面带微笑 沙图尔 不会的 那些师兄弟 是相信你们 还是相信为师 何况 我邀请许道友上山 许道友却图谋不轨 意图联合你 暗海为师 薛盈安呆了呆 争辩 我没有 我说有就有 李萧克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你伙同外人 暗算为师 企图霸占九龙山 成为掌教至尊 但幸好 逍遥中发现你的图谋 将你镇压 救了为师性命 我待你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 你却狼子野心 背叛师门 但为师念在师徒之情 不会杀你 而是将你和许道友一起放逐 逍遥中也兴奋 把他们放逐出韭菜岭 赶到天寝之地 然后追杀他们 就像当年追杀大师兄一样 李萧克也愈发兴奋 这是一场狩猎游戏 九龙山上下都以为 为师将你们放逐了 其实 为师只是不想他们知道 你们即将被我吸收 九龙山韭菜岭的山顶 徐映和薛盈安 被锁链锁住了脚踝 元妻也被锁住了 头上的黑白双脚 韭菜岭上下 薛盈安的师兄弟们 怒目而视 瞪着他们 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他们都知道 薛盈安勾结徐映 试图暗算他们的师尊 根本没有人愿意 听薛盈安的辩解 李萧克叹了口气 唉 盈安 你不仁为师不能不义 我对你就像对待亲儿子 不忍杀你 今日将你放逐到天谴之地 你 好自为之吧 他不忍去看 一袍遮面挥了挥手 众弟子立刻上前 将徐映三人推下韭菜岭 坠入下方的天谴之地 九龙山韭菜岭插在天空中 山头朝向大地 距离地面还有十多里 薛盈安当机立断 利用神识 将自己藏在心仪之狱中的飞剑取出 手握飞剑 将自己的左脚砍断 他忍住剧痛 还是疼得额头冷汗滚滚 把飞剑递给徐映 他刚说到这里 便见徐映扬起手 整条手臂光芒四射 浮现出神秘莫测的符文烙印 徐映挥手一掌切下 将锁链切断 薛盈安呆了呆 徐映摆脱锁链解释 这是天道符文 我得到龙元天神的手臂时参悟出的 尊师的封印锁不住天道 薛盈安的断腿还在抖 血液往外喷 徐映目光落在他腿上 盈安 你下手太快了 我都来不及阻止 他将锁住元旗黑白双脚的锁链斩断 元旗恢复修为 看着薛盈安还在喷血的断腿 也在探着你呀太急躁了 他压低嗓音 阿硬 要帮他治疗吗 徐映敲声说 吃一剑长一掷 先让他长长记性 免得下次还这么干 薛盈安忍住剧痛 大声说道 你们说的时候 讲声点好不好 我都知道了 本期故事已经讲完了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 请给我们五星好评 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谢谢